谋算,面对这些财富 古藩也很心动 如果这些东西都属于炎黄一脉的话 纳摩,等炎黄一脉出现了高手 炎黄一脉的实力将会强到什么程度 炎黄一脉的根基在地球 这些人,古藩不可能不在意 能够为他们多留下一些好东西的话 古藩自然是乐意去这魔做的 老公,犹豫什么?赶紧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啊 成书梦提醒说道 不说纳摩多仙气,半神气 就说纳摩多得各种各样的高层次的丹药 这对大家,对炎黄一脉弟子的修炼 都有助巨大的好处 你们不感觉这里,很奇怪吗? 这魔多好东西,就摆在这里 任由我们来拿 不是有什么陷阱吧? 陈嘉欣倒是很谨慎 什么陷阱? 别忘记我们现在的实力 先前经过霞光的时候 霞光的强度虽然对我们没石磨威胁 但哪怕是准神 也别想住能下降到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之所以有担忧 只是因为,还有住先前的心态而已 其实,大部分的危险 都已经被我们自己渡过了 谢灵孝珠说道 灵儿说得对 危险都在上面呢 能来到这里 这些东西都算是奖励 古藩笑眯眯地说道 然后挥手之下 这一层层的宝物都被收入到魂域之内 而收取的过程无比顺利 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出现 好东西太多 以至于全部收取完毕的时候 连古藩都不知道到底收取了多少 如果这些都留给炎黄一脉的话 炎黄一脉就马上越为整个仙元仙界最富有的团体 当然,现在有狐星号在 先元宗其他八脉还是要分一些的 但分多少 分石魔 古藩说了算 相信狐星号他们也说不出石魔来 霞光内还有一些好东西 但要等到霞光把这些东西吐出来才能拿到 要不然就要到霞光内去抓取 这样实在是浪费时间 再说 先前已经收取了那魔多 就对外面的修饰一些念想吧 古藩朝着深处而去 刚才收取的时候 古藩就已经探视到了 这里只是一个中转站而已 往下 还有通道在 而且 跟秘境绝地一样 在这里 先是完全延伸不出 而且 魂育领域在这里 竟然也覆盖不出 魂育领域不是万能的 这一点古藩 在江战师尊的传承中 已经常试过了 所以 现在遭遇到这样的情况 古藩也莫感觉到奇怪 这里有那魔多的好东西 弄出这一切的人 实力肯定非常非常地强大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既然如此 有助这些限制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不过 古藩还真有点不习惯 限制先时 古藩倒是已经熟悉了 但先时和魂育领域一起被限制 一切都只能靠眼睛的情况 古藩感觉还真是别扭 通道有着很明显的斜坡 一直往下 但却并不是直上直下 通道也莫显得潮湿 但整个通道倒是有着很多很多复杂的阵文 我们看不懂 林源和幽明仔细地研究通道内的这些阵文 结果两人都说完全看不懂 你们完全看不懂 古藩对此很是惊讶 林源和幽明在阵法上的造诣 这不需要多说了 要说看不太明白 以这里的神奇是正常的 但完全看不懂 这却是出乎古藩的预料 可以肯定 这不是仙界的范畴 林源笃定地说道 主人 怕真是如此 要不然 我们不可能完全看不懂 幽明也是这么认为的 不属于仙界 难道这里的主人 是神圣界的大能留下来的 古藩难难自语 仔细感应魂域 哪怕魂域被限制的延伸不出 但这里对魂域带来的悸动 却比在天坑之外的时候 更加强烈 很有可能 成书梦沉生地说道 难道说黑魔神 就是为了这里而来 他不就是下界来找什么东西的吗 谢灵皱眉地说道 那魔 这是不是黑魔神的陷阱 黄乐乐说道 他自知不敌我们 注定失败 也没时间功夫 来拿他想拿的东西 所以 就借住我们的手 要魔 就是想让我们在这里送命 要魔就是 就是想借住我们的手 把东西带到神圣界 他再从我们的手中抢夺走 很有可能啊 清雪说道 反正我们 是要飞升的 而对神圣界飞升的规则 我们完全不了解 也许黑魔神 有办法锁定我们飞升的位置 甚至是时间 到时候 等我们飞升 他再对我们出手 我们刚刚飞升 肯定不是黑魔神的对手 他能轻松地从我们手中 把东西抢夺走 还能够顺便地把我们杀了 把仇给爆了 清雪说道 成书梦严肃地说道 这天坑的出现本就突兀 我相信 这天坑的出现 跟黑魔神和那个夜景 绝对脱不开干系 这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 古藩神色严肃 仔细地 想住大家所说的情况 不得不说 这样的可能性 还真的很大很大 盘算倒是打得很好 借助我们的手 把东西拿到手 然后他再抢夺走 古藩冷笑地说道 但却也有点无奈 还没飞升到神圣界 就得罪了黑魔神这样很明显 哪怕再神圣界 也必定很强大的存在 看来等到神圣界的时候 也绝对平静不了 想想刚飞升到仙界的时候 也是有寂灭大帝的威胁 古藩苦笑 自己这是怎么了 这得罪人的方式 还真是与众不同 总是在下界的时候 就得罪了上界很强大的存在 不过 现在让古藩回头离开 却也是断然不可能的 不管黑魔神想要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只要被古藩得到了 就不可能属于黑魔神 他的如意盘算是好 但古藩什么 大风大浪莫经历过 粉碎他的一切谋算 也就是了 还是那句话 先前能赢他一次 那就赢第二次 第三次古藩继续深入 奇怪的是 整个通道下来 古藩全程小心翼翼 但到头来 却什么危险都没出现 这让古藩奇怪了 如果真的如此简单的话 不需要黑魔神降灵 叶静他们 就能把东西给去走了吧 怎么现在那么安静 难道叶静他们那边 不管用什么办法 都办法突破外围的那些霞光吗 如果真的如此 那这里的轻松 一切还都源自于 先祖战争的缘故了 实力强大 所以这才显得 那魔轻松简单 而实际上 这里很难 很难 一张 镜头 实力 会让原本复杂的困难的事情 变得简单和轻松 古藩想明白了这些 也变得淡然了 其实 仔细想想 这通道 一路上也并不是全然没有任何动静 但那些动静 对先祖战争都造不成任何的威胁 所以让古藩错认为那魔平静 如果仔细想想 换作一个准神到这边来 怕都会有生死威胁 不 应该说根本就来不到这里 这魔算的话 古藩也为自己先前的想法而羞愧了 说到底 这貌似还是有点对自身的实力不适应 心态上还莫转变过来 总还是习惯性地 拿自己的修为层次来判定一些事情 通道尽头 是一个洞穴 深藏在地下的洞穴 洞穴中有著一具傀儡 原本 这傀儡是静止不动的 但当古藩踏步进入洞穴内的时候 这傀儡豁然活了过来 一股滔天的煞气从这傀儡身上散发而出 一双眼睛看向先祖战争的时候 有著无穷尽的杀鸡 好像先祖战争 就是他不共戴天的大敌一般 古藩明白 想要继续前进 怕是要战胜这傀儡才行了 而这傀儡 给古藩的感觉 比大神傀儡强太多了 难道这十神灵傀儡 神圣界的傀儡试炼制出来的傀儡 肯定也就拥有神灵的强大的实力了 这让古藩很是疑惑 不管是先前的霞光 还是后面的通道 再加上现在的傀儡 都不是准神所能对付的 那么 布置下这一切的人 根本就没想住让先元仙界的人 得到他留下的东西吗 如果不是如此 困难程度 为石磨着磨高 还是说 他这本 就是为神圣界的神灵准备的 古藩有点想不明白 不过 现在古藩暂时把这方面的问题 放到了一边 因为傀儡已经杀来了 古藩马上操控先祖战阵 跟着傀儡大阵 交手之下 古藩骇然地发现 这傀儡竟然相比先祖战阵 一点也不弱 完全跟先祖战阵的实力 旗鼓相当 而这洞穴周围 也有著无数复杂的阵纹浮现 让先祖战阵跟着傀儡的大战 不会影响到洞穴安稳分毫 古藩很无语 如若不是胡星浩等人融入进来 先祖战阵怕还真不是这傀儡的对手 哪怕现在也只是僵持而已 貌似也没有战胜这傀儡的希望 看来 只能动用六大道徒了 古藩很无奈 不过 现在六大道徒跟先前又不一样了 想在六大道徒 融入先祖战阵的情况之下 催动神通 魂力不足以催动两次 只能催动一次 然后魂力有剩余 但剩余的魂力却没能再催动一次 不过 相应的 现在六大道徒融入先祖战阵后的神通 也比先前更将大了 这一切都因为古藩在黑魔神被杀后 得到了他贡献的大批粮莫名能量 还有随后 又杀了黑魔殿几百位准神 所得到的莫名能量 让六大道徒更强大了 六大道徒更强大 催动他所需要的魂力就越多 但现在古藩别无选择 总不能一直如此僵持下去不是 想要破局 就必须要这么玩 古藩把六大道徒融入先祖战阵 手持半神器长剑 催动了先一第七剑 顿时 一道粗壮的剑气 在这被压制的洞穴内浮现 虽然没了天道之力涌动 但实际上 少的只是外在的气势而已 真正的威力上 却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这一剑 在莲元的提醒之下 披在了这傀儡的肋下 按照灵元的分析 这傀儡的肋下 哪怕不是弱点所在 也是一个相对薄弱之处 古藩听从了灵元的建议 毕竟灵元在傀儡上的造诣很深 总比古藩这个 对傀儡根本莫多深研究的人要强得多 而且 古藩也相信灵元的建议 就像很多次 古藩都听从众女 幽冥等人的建议一样 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 这也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 仙衣第七剑的强度 非常非常的高 远超仙祖战阵本身的最强战力 同样的 也高过这傀儡 傀儡被一剑劈飞 然后 整个傀儡在空中解体 我就说了一下 就是他的弱点所在吧 灵元看到这种情况 顿时紧握拳头 很激动地说道 顿时 很多人都去称赞灵元 确实 哪怕仙衣第七剑很强 如果找不出这傀儡的弱点 能否这魔 干脆利落地将其斩杀 这还真不好说 灵大师鞠躬至尾 古藩也笑着说道 这一下 灵元不好意思 连忙说道 其实我也有点在瞎蒙 这傀儡很明显是神圣界的手笔 其实我也没太看出什么门道来 哈哈 灵大师 在这方面谦虚 这可不是一个好心态啊 你需要的十字信 古藩哈哈大笑 接着 继续前进 越过这洞穴 又是通道 不过 跟先前整个通道相对平静不同 这通道可是处处都是危险 葛中机关 不过 仙祖战争最降的就是防御 而这些机关危险什么的 还都莫超越仙祖战争的层次 所以古藩通过得很顺利 仙祖战争出现在仙元仙界 以这样的实力 这本就是一个天道规则下的漏洞 仙祖战争是个漏洞 恰好又遇到古藩 这就是个更大的漏洞了 通过整个通道后 古藩原本人为还会是一个洞穴 再来一次考验什么的 但是 通道之处连接的时 一个小型的宫殿 让古藩马上认识到 现在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 而且 对魂欲带来悸动的感觉 也是前所未有的强烈 这给古藩一种直觉 直觉这里就是终点 回头看看 霞光 通道 同学 通道 这貌似根本没失魔联系啊 特别是霞光拿到关卡中 那魔多仙界层面上的东西 貌似跟这里主人的身份 有助太多的不相扶之处 但甭管怎么样吧 现在已经到了尽头 古藩的注意力 还是放在了 引动魂欲悸动的原因寻找上 这才是古藩下来的 最为关键的原因 古藩扫过这大型大殿内的东西 整个大殿显得很空旷 貌似古藩已经遇到了 很多次这样的情况 哪怕放的东西很少很少 也要弄出一个 看上去很豪华的盛放之地 也不知地 留下这些的那些人 到底是怎么想的 难道说有一个好的盛放之地 还有什么家成不成 二章 乾坤塔 古藩扫室之下 第一眼就被一座塔所吸引 这座塔 总共九层 个头虽然不高 但却有助一种浩大的气息 让人看上去的第一眼就知道 这肯定是一件好东西 古藩近乎是瞬间就判断得出来 这座塔应该 就是黑魔神一直寻找 并且想要得到的东西 但古藩的视线 很快就落在了 这座塔旁边的一件东西上 或者说一件根本不会被太关注 很是陈旧 上面全是铁锈的东西上 这东西 古藩实在太熟悉了 这就是魂欲 形成之前的碎片 只是古藩很疑惑 他先前得到的碎片 已经拼凑完整了呀 现在怎么又冒出来一块 而古藩现在可以肯定 这碎片 就是跟魂欲一体的 因为魂欲的悸动源头 就是这秀极斑斑的碎片 古藩上前 默去管住九层小塔 而是毫不犹豫地 把这碎片拿了起来 把碎片拿到手中 古藩瞬间就感受到了 魂欲传递而来的渴望 这种渴望 好像在不断地催促住古藩 快把碎片送入到魂欲之内来一样 古藩没有什么犹豫 直接把碎片送入到了魂欲之内 瞬间 进入魂欲的碎片 就像是一把钥匙似的 一下融入魂欲 然后 魂欲就好像有了真正的魂一般 魂欲本身并没有扩大或者缩小 但魂欲确确实实跟先前不同了 如果说先前魂欲只能算独立空间 没有生机 灵动 有着各种缺陷的话 那现在 就有了魂 这是一种旋之又旋的感觉 而此时 古藩发现 魂欲领域竟然可以覆盖周围了 这应该就是融入刚才那块碎片的效果 魂欲变得更强大了 魂欲的更强大 不仅仅只有一种魂欲扩张范围的方式 然后 古藩把目光落在了这九层小塔上 这是一件了不得的质宝 这是可以百分之百肯定的 能被黑魔神纳魔惦记 登记层次肯定非常非常的高 对此 古藩自然不容许自己错过 而且 在融入刚才碎片进入魂欲之后 古藩对这九层小塔 也多了一些亲切之感 古藩甚至有众非常大胆的猜测 这九层小塔 包括刚才那碎片 是不是跟古藩所得到的魂欲碎片 其实都属于同一个人 也就是那个被击碎了魂欲的人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古藩现在所处的 就是此人留下来的藏宝之处 这冥冥当中的相互联系 还真让人感叹 伸手 古藩就把住九层小塔 拿在了手中 没有遇到任何一点的阻碍 而那种亲切的感觉 在接触到这九层小塔的时候 更加的清晰了 甚至 古藩玄从这九层小塔当中 接受到了一种欢愉的信号 好像九层小塔 寂寞太久太久了 迫不及待的 要去重新见见这个世界了 古藩一闪身 就出了先祖战阵 然后再一扫 先祖战阵就被收入到了魂欲之内 然后 古藩看着手中的九层小塔 跟古藩所想的一样 在没有了先祖战阵的阻隔之后 这种跟九层小塔联系上的感觉 更加的清晰了 那种亲切的感觉 也比先前强烈了太多太多 然后还没等古藩决定要练化呢 却突兀地发现 九层小塔跟魂欲有了联系 然后古藩就感觉 自己可以操控这九层小塔了 更有助一股信息涌向脑海 古藩瞬间明白了很多很多 这九层小塔叫做乾坤塔 很大气的名字 而这乾坤塔的主人 跟魂欲的主人还真 就是同一个人 古藩甚至接到了魂欲前主人的留言 说乾坤塔根本不需要练化 因为乾坤塔自身有灵 只有魂欲才能得到乾坤塔的认可 这样乾坤塔这才会认主 要不然纵然是圣人前来 也绝对无用 古藩不知道圣人是何种层次 但却可以猜测地 出这层次绝对非常非常的多 古藩感叹造化弄人 这乾坤塔如果没有魂欲还恋化不了 看来哪怕黑魔神先前成功了 也注定会是一个失望的结局 古藩心念一动 他瞬间就进入到了乾坤塔之内 他需要了解更多 真的需要了解更多 而乾坤塔内有灵 通过他能否得知到更多有关那个人的消息 不说别的 就算那个人叫什么 什么层次 古藩都还不清楚 闪身之下的古藩 直接出现在了乾坤塔的第一层 欢迎主人 古藩刚出现在乾坤塔的第一层 就听到一道非常激动的声音 然后 古藩身边就出现了一个 身穿灰色衣衫的驼背老人 主人 乾坤塔真的已经认主了 古藩看出这个驼背的灰衣老人 感觉此人有血有肉 不像是单纯气灵的样子 于是和矮的说道 老人家 我现在还稀里糊涂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还有 你叫什么 主人 请坐 替我慢慢讲给你听 驼背老人说话的时候 好像还是难以掩盖内心中的激动情绪 古藩这才有时间 打量着乾坤塔第一层的情况 整个第一层并不是特别的大 也就只有五百个平方的样子 而从乾坤塔的构造上来看 这应该是九层乾坤塔中最大面积的一层了 但最大面积的一层也只有五百个平方的样子 这跟古藩想象中的乾坤 可是相差太大太大了 并且 这第一层也简陋至极 除了一张石桌一把椅子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了 古藩坐在椅子上的时候 驼背老人就只能站住了 这让古藩有点不好意思 连忙想站起来 尊老爱幼 在地球上带来的品质 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影响住古藩 主人 您坐 您坐 我站住就可以了 驼背老人连忙说道 主人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鸡昌 先前也是个修士 但魂飞魄散过 被前主人所救 给我再生的机会 成为了乾坤塔的气灵 虽然相对失去了很多自由 但却拥有了近乎永恒的生命 只要乾坤塔不被彻底摧毁 我就会永远存在 古藩笑着说道 原来是鸡老 我想 乾坤塔的前主人 肯定非常非常将大的吧 不知道为何落到了如此下场 古藩真的很好奇 拥有魂欲 拥有乾坤塔的一个人 想不强大都难 但就算如此 也沦落到如此下场 纳摩 他的敌人该有多强 三章 百足征战 听闻古藩的问题 鸡老脸色黯然 说道 主人天纵之姿 短短时间就修炼到了圣人层次 精彩绝艳 但是 神圣界人族示弱 在一次抵御入侵当中 被七位海谷族的圣人强者围攻 导致魂飞魄散 连魂欲都被击溃 我被主人强行送出了神圣界 这才躲过了一劫 但我近乎没有出头之日 哪怕我千方百计的 不惜让乾坤塔破损的 更严重在神圣界留下 传承 但我也清楚 这不过只是一种自我的安慰而已 就算神圣界中有人前来 也顶多让乾坤塔转换个位置而已 众见天日 却是不可能的 因为主人的魂欲 才是操控乾坤塔的最关键的所在 没有魂欲 纵然是传说中德大圣人 也不可能操控乾坤塔 古藩动容 积老这番话 给了古藩太多太多的震撼了 同时也让古藩有助太多的疑惑 积老 神圣界中到底分为什么层次 神圣界有着很多的种族吗 先前有个黑魔神偷听下界 可以判定就是冲住乾坤塔来的 这可是你的安排 古藩一连串的问出了三大他最关心的问题 主人还没飞升 不清楚神圣界的具体层次也是可以理解的 神圣界跟修真界 仙界一样 也分为九大层次 从最初的神兵 神将 神帅 到神王 神皇 神帝 再到神尊 最后是圣人 还有传说中的大圣人 其实神圣界的层次 也可以划分为八个层次 最后的大圣人层次 属于传说 传闻达到大圣人的层次 会永恒不灭 积老解释地说道 神兵 神将 神帅 神王 神皇 神帝 神尊 圣人 大圣人 古藩默默地记在心里 修炼之徒还真是永无止境 不知道什么层次 才能算真正的掌控天道 神圣界百足混杂 而我们人族 虽然不算最弱的 但也绝对算不上墙 所以 就经常有别的种族的欺而来 前主人就是在一次海谷族的入侵当中战死的 而在神圣界 百足之间相互征战时再太正常了 神圣界绝对不是乐园乐土 那边到处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杀戮 永无止境 积老感叹地说道 相对来讲 仙界算得尚无比无比的安宁了 百足征战 古藩厅的心经 同时也有点热血沸腾 可以想象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征战厮杀 为了族群 何等的豪迈啊 神圣界百足都有诸广阔的地盘 但实际上 控制区域都仅限于城池和城池周边 对外的控制都没有太强 随时随地 都有不知道多少生命凋零 消散 积老感叹地说道 他看得出古藩的情绪反应 这是出文者一切之人的一个正常反应 但积老可以肯定 一旦在神圣界的时间长了 古藩就不会这么想了 没人愿意生活在一个时时刻刻 都处于厮杀征战的环境当中 积老 您来到这里 已经多长时间了 古藩问道 太长太长时间了 积老眼神稍稍迷离 喃喃说道 差不多 应该有五千万年了吧 五千万年 听到这个数字 古藩瞪大了眼睛 完全不敢相信 古藩感觉几万年已经够长了 而自己修道到现在 也已经四万多年 算长了 但是 四万多年跟五千万年相比 这又有什么可比性 神圣界 五千万年算长吗 古藩问道 相比神圣界的历史 五千万年只不过未瞬间而已 但对神圣界格局来讲 五千万年 有可能已经改变了很多很多 积老说道 百足征战 五千万年 莫人能说得清楚 局势到底会发生什么的变化 这么说 您先前了解到的 神圣界格局 怕是帮不到我什么了 古藩问道 应该是这样 不过 神圣界的地形地貌 一些规则 一些种族心迷 我倒是可以说给你听 积老说道 再怎么说积老 也算是个神圣界的老人 一些基本的东西 哪怕过去再长的时间 怕也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 这个不着急 我慢慢听积老 您讲给我听 我现在想问的是 我飞升神圣界 会不会被神圣界的人提前锁定 古藩问道 你先前说的那个 投影下来的黑魔神 积老问道 没错 古藩点头 积老的脑袋真好用 古藩随口提及的事情 他倒是记得清清楚楚 按照先前的规则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他有能力监控 所有的飞升池 积老说道 飞升池 古藩好奇地询问 对 飞升池 也就相当于先界的飞升台 就是为了接引 下界飞升修饰的地方 飞升池堪称无数 我敢肯定 就算是大圣人 他也很难锁定一个人的飞升 但那个黑魔神 如果在你身上留下什么记号的话 等你飞升 他倒是可以通过记号找到你 积老解释地说道 积号 古藩皱眉 你身上并没有任何记号 积老很笃定地说道 积老 能帮我看到我的一个战争吗 古藩问道 如果黑魔神真的留下了什么记号 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先祖战争身上 因为在跟黑魔神接触的过程中 古藩本体根本就没跟黑魔神 有过任何接触 倒是先祖战争 跟黑魔神的接触太多了 可以 积老校主说道 但必须要到乾坤塔内来 或者靠近乾坤塔 距离太远的话 我是探寻不到的 乾坤塔受损太严重 在魂域内 古藩说道 这没问题 积老校主说道 乾坤塔跟魂域 本就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古藩大喜 校主说道 先祖战争就在魂域之内 积老帮忙看看 是否有黑魔神留下的记号 先祖战争 积老一愣 怎么了 古藩诧然问道 真的是先祖战争 那种只要祖建人修为越强 就越强大的先祖战争 积老有点激动地问道 没错啊 就是这个先祖战争 积老 你也知道先祖战争 古藩好奇地问道 积老是神圣界的人物 更是追随圣人 见识眼光自然是极广 貌似知道先祖战争 也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哈哈 主人你的机缘还真是大 积老哈哈大笑 现在他都在感叹新主人的运道了 魂域 乾坤塔 还有先祖战争 这些结合在一起 连积老都不知道 到底会造就出一个怎么样的人了 积老 先祖战争在神圣界 很有名 古藩问道 这是人族曾经的杀手锏之一 积老感叹地说道 四章 时间之塔 先祖战争 人族曾经的杀手锏之一 曾经 古藩瞪眼 问道 先祖战争 在人族中已经失传了 不是 先祖战争的传承 一直都很完整地存在 但是 能感悟出先祖战争的人没有了 最起码 在我跟着先前主人的这个时代 人族已经失去先祖战争 太长太长时间了 古墨铸九到其他种族的后期之秀 都不知道 人族还有先祖战争这样的杀手锏的程度了 积老解释地说道 不能吧 我身边就有很多感悟了先祖战争的修士 而且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能够批量生产 能够感悟先祖战争的修士 古藩差人地说道 虽然古藩也莫尝试感悟过先祖战争 但幽冥那边叫岛处 那魔多感悟了先祖战争的修士 这一点是真实的无可否认的 先祖战争难就难在开始上 只要有人能感悟 并且愿意教导的话 这就会成燎原之事 相传在先前 人族依靠先祖战争 可是轻易没有什么种族敢来侵犯的 可惜后来发生了大变 感悟了先祖战争的修士 被神秘强者屠杀一空 直接导致人族失去了这样的杀手锏 一直到海谷族来袭 先祖战争也依然莫人能感悟 基老就是一部活字典 他知道很多新迷 原来是这样 看来先祖战争对人族有大用啊 古藩沉生地说道 这是肯定的 先祖战争不仅仅能够 把一些低层次的修士组合起来 形成高层次的战力 还能够给低层次修士 提供一些借鉴 或者感悟高层次战力的机会 这对修炼的帮助是非常巨大的 对这样的先祖战争 别人自然是不希望人族能够拥有 主人 您拥有先祖战争 这是好事 但在宁末将大起来之前 千万不要显露出来 要不然 不说别的种族 怕就是在人族内部 你就会遭遇到危机了 我的话 主人应该能理解的吧 基老说道 能理解 古藩已经不是什么猜鸟了 自然知道基老是什么意思 一句话 人族就算再示弱 也太大了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先祖战争有助这样的作用 那魔掌握了先祖战争的人 在人族中会有助怎么样的地位 而有人对这种地位 那可就很热心了 随后 基老帮古藩检测了一下 魂域内的先祖战争 结果 还真的有记号 要不要毁掉这个记号 基老问道 可以毁掉 古藩问道 可以 从这个记号的强度上来判断 那个黑魔神的实力 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着神皇的境界 但是 在魂域内 再借助乾坤塔的力量 可以做到 把这个记号抹掉 基老很肯定地说道 那暂时不用抹掉 古藩沉生地说道 黑魔殿的力量 现在还没彻底地抹去 现在抹掉黑魔神的记号 也许他还能玩出什么幺蛾子 还是等到黑魔殿的力量 被彻底抹去之后 再来抹掉黑魔神的记号 到时候 就算黑魔神感应到记号被抹掉了 也没能力 莫机会去做其他的安排 好 基老点头 他莫问原因 干脆地听从命令 基老 这乾坤塔到底 有着什么功能 古藩问道 乾坤塔其实只有一种功能 基老说道 乾坤塔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时间之塔 之所以叫乾坤塔 是跟魂域在一起才有的称呼 时间之塔 古藩问道 跟时间流速有关 没错 乾坤塔九层 每一层都对应住 不同的时间流速 在这里修炼 会无比迅迹 像乾坤塔第一层 外面一天 乾坤塔内就是两天 第二层 外面一天 里面四天 第三层 外面一天 里面八天 第四层 第九层 外面一天 里面五百一十二天 基老沉生地说道 古藩动容了 第九层 外面一天 里面五百一十二天 这是什么概念 外面一年 乾坤塔内 就是五百一十二年啊 外面一万年 里面就是五百一十二万年啊 这也太逆天了 太逆天了 基老看得出古藩的欣喜和激动 也是 人谁得到了这样的宝物 也都不可能保持平静和淡然的 哪怕是圣人也不行 所以呢 基老真的不怎么忍心 打断古藩的这种美好的想象 只是 他又必须要告诉古藩事实 于是基老还是开口说道 主人 就算前主人达到了圣人的层次 也才只是开启了乾坤塔的第七层而已 连第八层都没能开启 怎么 对乾坤塔的运用 还有诸多的限制 古藩差人的问道 如果是先前 那魔 只有两点要求 第一 把魂域提升 第二 在时间之道上 感悟到什么阶段什么层次 就能相应地开启乾坤塔的哪一层 但现在还要再加上一点 那就是修复乾坤塔 先前乾坤塔 受损很严重 需要大批量的材料来修复 基老说道 他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乾坤塔损伤严重 也有随后他 强行借助乾坤塔的能量 来做了一些事有关 要不然 就算要恢复 也不会有现在的强度 跟魂域有关 还要感悟时间之道 古藩很差人 确实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条件 至于说修复的材料什么的 这个倒是次要的了 对 基老人真的说道 缺一不可 其实对魂域的要求 一定程度上 也是对空间上的感悟 空间时间 这就是乾坤塔 能到什么层次的关键所在 古藩笑了 心中一动 时空道徒直接浮现在脑后 他感悟了空间 也感悟了时间 并且还形成了时空道徒 在这方面 古藩应该有助于用 乾坤塔上的先天优势的吧 基老脸上满是惊讶之色 他震惊古藩 竟然已经感悟了空间和时间之道 甚至都已经形成了时空道徒 这太出乎他的预料 更关键的是 他发现 这道徒的等级 竟然已经达到了 神兵中后期的样子 这简直匪夷所思 在仙剑 在道徒形态下 竟然能够把大道感悟到 神兵中后期的层子 基老哪怕再现多识广 现在也是彻底地被震惊到了 这个主人 不仅仅运到逆天 就连天赋 貌似也是绝无仅有 基老暗暗地想住 基老 以我现在的对空间 和时间上的感悟 能有资格用上乾坤塔的第几层 古藩自信地笑着问道 基老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道 主人 您现在连第一层都用不上 古藩恶然 武章 修复 古藩满脸恶然 他自信满满 却怎么也没想到 结果竟然是这样 连第一层都用不了 不要这么打击人好不好 古藩感觉自己的时空道徒 很强大了呀 主人 您别误会 不是你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造诣不够 其实 您现在都能用到乾坤塔第二层了 是乾坤塔受损严重 现在没办法运用 基老连忙解释地说道 一看古藩的样子 基老就知道他误会了 如何修补 古藩问道 他现在有助诸多的好东西 到底有多少 连他自己都不清楚 这些东西是否能修复乾坤塔 说起来 古藩还真莫敌 因为乾坤塔很明显非常的高级 并且是属于神圣界的 古藩得到的东西 都是仙界层面上的 这些东西是否对乾坤塔有效 古藩真的不能确定 需要很多材料 我也没办法详细地列出清淡 只能凭感应 基老说道 那你看这些东西 是否有对乾坤塔有用的 古藩一股脑地 把收获的所有东西都拿了出来 基老很惊讶 古藩拿出那么多的东西 虽然这些东西层次不高 但也只是相对神圣界来讲 只说仙界层面 古藩的这些东西 简直就是厉害炸了 基老仔细感应 惊喜 意外伴随 他没想到 在仙界层面上 也有阵膜多可以修复乾坤塔的材料 虽然这些材料的修复效果都不是特别的好 但数量多呀 在一定程度上 数量是可以抵得上质量的 数量多了 一样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基老挑选出了那膜一大堆的材料 基老 这些都是可以修复乾坤塔的材料 能修复多少 古藩问道 用第二层还是不可能 但让第一层恢复正常 却完全可以了 基老说道 第一层 外面一年 乾坤塔那两年 虽然时间比例并不是很高 但也是一倍的时间流速了 古藩虽然不是特别满意 但以现在的态势 也没办法要求更高了 连他身上的这些东西 都只能修复乾坤塔第一层 纳膜 这就基本上代表着 在仙界这个层面上 根本没办法弄到 可修复乾坤塔第二层的材料了 古藩出了天坑 霞光依然在 古藩询问了基老 这些布置 都是借助乾坤塔的能量弄出来的 什么逻辑规律 基老也莫怎么考虑 其实这一切 都只是为神圣界的人准备的 谁拿到了基老 留在神圣界的影子 谁就会来 基老压根就没想住 在仙界层面上寻找继承人 或者说基老根本就没想住 能找得到继承人 毕竟拥有魂欲 才能得到乾坤塔这一点 在基老来看 完全莫人能够满足如此条件 但偏偏 古藩出现了 这让基老除了感叹造化弄人之外 也只剩下满身心的唏嘘了 古藩出天坑的时候 外面还是人满未患 古藩对此莫理睬 在这下光中 还是有很多的好东西 按照基老的说法 随后会有一些东西飞射出去 霞光的强度也会逐步地下降 所以 有缘人或者有心人 还是可以得到不少好东西的 这些 古藩已经不关心不在意了 他现在迫切要做的 就是去修炼 提升自己的实力 争取早一点的 具备飞升的实力 这次飞升 九九神境和九九玄宫 又要进入一个大层次 按照先前的惯例 古藩将会得到更多 有关父亲的消息 而深处神圣界 跟父母之间的距离 就很近很近了 也许 就能见到父母了呢 所以 古藩真的有重迫不及待的情绪 想早一点的迎来突破 飞升神圣界 而且 古藩咨询了基老 他身在乾坤塔内 结留修炼 也是可以影响周边的 只是大家没办法 跟古藩一起享受 时间加速的优待 但如果把人 接到乾坤塔内来 这就不同了 外人也能享受到 跟古藩一样的待遇 只是 乾坤塔每一层的空间 都很有限 古藩只能挑选一部分人 跟随自己 在乾坤案内修炼 古藩已经选 则好了人选 众女这是肯定的 冷风 向勇 向蒙 寻真师父等地球上的元老 都在古藩的照顾之列 其他人 暂时不做考虑 不过 感悟了先祖战争的修饰 将会被重点培养 从基老那边 已经得知了先祖战争的强大 古藩如果不好好的 在这方面发展发展的话 简直太对不起 自己的这番机遇了 不过 在回到先元宗之后 古藩还是先行 跟胡信号等人分配收获 古藩拿出的部分 不是特别多 只有收获的三成 但是 哪怕只是三成 这也是一笔 无法形容的财富了 虽然这些东西 都只是基老在借助 乾坤塔力量布置一切的时候 从无数仙界界界面 随手弄来的小东西 但对仙界层面来讲 这却是非常非常高等的好东西 古前辈 您这是 我们 胡信号 很想要这些好东西 并且也震惊 古藩拿出来的数量 但他又不敢拿 天知道古藩 现在是不是在试探他 一旦古藩只是个试探的话 那这后果是什么 连胡信号自己都不清楚 炎黄一脉 也是先元宗的一份子 先元宗的强大 也代表住炎黄一脉的强大 所以 你不要客气 而且 我也为炎黄一脉留下了更多 这些东西 你就别推辞了 不过 我虽然不管你这模分配 但你们八脉 不能搞得太有偏差 古藩沉生地说道 古前辈宁 胡信号信誓旦旦的说道 古藩可以肯定 胡信号肯定会为先级一脉争 取到更多的利益 不可能真的做到平均分配 对此 古藩就不够问了 回到炎黄一脉之后 古藩就把所有人都放了出来 也包括任强 不过 任强现在 已经被古藩彻底地征服了 已经把古藩当做了自己的偶像 他请求拜师 古藩莫答应 却允许任强加入炎黄一脉 任强已经没了师门 很干脆地就答应加入 他还非常忐忑地询问古藩 他这魔选择会不会让古藩认为他不忠 毕竟他时可以选择去重建山门的 古藩微微一笑 倒是莫泽怪任强 告诉任强这 只是两重选择而已 不关乎什么人品不人品 让任强不要多想 专心修炼 争取自身的强大 随后 古藩就开始闭关修炼了 六章 潜心修炼 第一次来到乾坤塔内的成熟梦众女 还有其他所有人都万分震惊 特别是听闻古藩讲述了乾坤塔的历史后 更是一个一个目瞪口呆 不是惊讶乾坤塔的强大 而是惊讶古藩跟乾坤塔原本主人之间的缘分 连这样的继承方式都能发生 谁还能说冥冥当中没有定数呢 大家安心修炼 随后我们一起飞升 古藩已经询问了基老 借助魂玉是可以带人飞升的 并且 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这一点非常逆甜 可惜的是 基老也说了 飞升进入神圣界 下一届的条件极为的苛刻 这样的福利怕也仅有纳摩一次而已 但哪怕仅有纳摩一次 古藩也已经满足了 好好的利用 能够发挥出来的功效 绝对会非常逆天 古藩能够在飞升之后 就迅速组建自己的班底 越是根基老聊的越多 古藩就越对神圣界有了解 而越了解 古藩就越有一种紧迫感 并且 古藩在潜意识当中 也有助一抹担心 连乾坤塔原主人那般的圣人 都陨落了 父母呢 神圣界可并不是和平一片啊 父母把自己送下界 是否因为遭受到了大难 古藩迫切地需要得知更多的消息 而想要得知到更多的消息 九九神境和九九玄弓 就必须要突破 古藩很快把心思 就澄清在了修炼当中 节流修炼 虽然只有核心人员 才能在享受节流修炼的同时 在借助乾坤塔的时间流速 但其他炎黄一脉弟子 还是可以借助正常的节流修炼 来提升自己的 古藩注定会在最短时间之内 飞升神圣界 到时候 炎黄一脉 就要看他们自己的了 古藩也在尽可能的 为炎黄一脉 留下更多的高手 或者高手种子 古藩三大体系 齐头并尽 九九玄弓的修炼材料 又已经到位 万事俱备 就只差时间沉淀了 而伴随著古藩的闭关 伴随著胡星号等 仙元宗八脉 分配好所得 仙元宗也开始发挥 仙元仙界第一宗们的领导力 开始对黑魔殿 进行更仔细 更大规模的围剿 争取彻底 把黑魔殿的一切根基 都彻底地抹去 这些 古藩已经不管了 特别 是在寻真师父 重新修正了 地球一脉飞升地点之后 炎黄一脉 一切都走上了正轨 根本不需要古藩再操心什么 而很快 古藩就发现了 在乾坤塔内修炼的好处 因为乾坤塔第一层已经修复 不仅仅时间流速 是外界的一倍 连乾坤塔第一层的修炼环境 也都是神灵器 这是一种属于神圣界 高于仙界仙灵器的 高等级的能量 乾坤塔的修复 让它在冥冥当中 汲取了神圣界的神灵器 哪怕现在乾坤塔在仙渊仙界 做到这一点也不难 先前基老能够平 及乾坤塔的一些能量 在神圣界做那番安排 并且周游各大仙界 寻找合适的布置传承的地点 现在稍稍修复一层的乾坤塔 汲取到神圣界的一些能量 这是在太不在话下了 按照基老的说法 乾坤塔的等级 根本无法界定 开启的层次越高 不仅仅时间流速会有变化 修炼环境也会有很大增强 甚至远超神圣界一些 所谓的修炼圣地 先前乾坤塔的主人 也就是基老的前主人乾坤圣人 就是凭借着这一点 外加魂欲 急速成就了圣人之位 如若不是那次被海谷族针对 遭受那魔多海谷族圣人围攻 乾坤圣人的未来 实在太不可限量了 成就大圣人之位 站在神圣界的真正颠覆 这都不会是什么问题 可惜 不过 这却也更加证明了乾坤塔的珍贵 现在古番借助乾坤塔修炼 哪怕只是修复了第一层的乾坤塔 就让古番有重座火箭飙升的感觉了 直接吸纳神灵器 实在是有如神柱 静静是突飞猛进 其实不仅仅古番 冷风等人也都是修炼速度飙升 而时不时的 基老还会出现 讲述仙人和神人的区别 仙人 感悟的是道徒 可以说道徒是仙人的根本根基 道徒进步 其他才能进步 道徒止步 一切都将止步 而在神人层面上 道徒将会变成了道元 跟道徒的进步一样 道元的进步 就是一切的根基 只有道元进步了 其他才能进步 而道元止步的话 一切也都会止步 不得寸进 道元 其实就是天道的另外一种承载形式 相比道徒 道元跟天道的沟通 更顺利和直接 同时对天道的理解 也更加深刻 至于道元进步的终点 是掌控天道 比如感悟了火之道元的神人修炼 最终会成为真正的 火之天道的掌控者 当然 能够成为掌控者的 必定是大圣人 所以 在神圣界 大圣人还有一种叫法 叫掌控者 只是 这种层次 哪怕在神圣界 也属于传说 太难太难达到了 而道徒到道元的转变 其实也不用刻意为之 当道徒进步到了极致 你自身能量也跟上的时候 就能感应到神界 感应到神界后 渡劫之后 就能自然而然的 飞升神圣界了 而飞升神圣界之后 会直接出现在飞升池 在飞升池内 将会完成道徒到道元的转变 同时一身先灵力 也会转变成为神灵力 然后自然也就从一个仙人 蜕变成一个神人了 当然了 哪怕不在飞升池内 完成这些转变 对人也没始末影响 在神圣界任何地方 只要有清晰的天道规则 只要有神灵器 都可以完成这样的转变 实际上 很多飞升的人 都不会在飞升池内久留 因为飞升池被太多人关注 在飞升池内转变什么的 容易暴露自身的秘密 而一个人的秘密 对每一个修士来讲 都非常非常重要 当然 按照基老的说法 古藩现在是个特例 按照基老的估算 古藩的道徒 现在都已经有了 堪比神兵中后期道元的强度 一旦完成转变 就马上有急速晋级到神兵中期 或者后期层次的可能 这对古藩前期 在神圣界快速立足 肯定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特别是基老 在观看了古藩修炼场景的时候 更是被震惊得无以复驾 九九神晋 九九玄弓 起死回生绝 三大体系 每一大体系 都是精妙绝伦 相比之下 基老发现前主人乾坤圣人 在这方面 相比古藩就差得太远了 七章 准备飞升 时间忍忍 白居过戏 一眨眼 三千年时间一晃而过 仙渊仙界 已经恢复了平静 并且 整个无尽海域 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时代 在清除黑魔殿的过程当中 仙渊仙界发现了诸多黑魔殿 设置在无尽海域各处的 各种秘密传送证据点 再加上海妖一方损失 也实在太严重 所以 在仙渊仙界准神强者 不断出击的情况之下 掌控了黑魔殿的这些渠道 基本上完成了 对其他88处 无尽海域仙界界界面的联通 再根据这些通道 不断地进行加固 整个无尽海域99处仙界 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整体 99处仙界资源实现流通 将是可以预见到的事情 古藩在一年前出关 然后去了九州仙界 把一切教导过接触 感悟过仙祖战争的修饰 都收拢到了麾下 包括从炎黄一脉发展出来的那些 感悟了仙祖战争的修饰 整个无尽海域 所有感悟了仙祖战争的修饰 都被古藩收入到了魂域之内 在得知了仙祖战争对人族 甚至对整个神圣界 到底意味着什么之后 古藩就开始有了这样的打算 一句话 仙祖战争的一切 必须要牢牢地掌控在他的手中 不允许任何人 有任何可能窥探到 仙祖战争的奥妙 除非他们自己 凭真本事感悟出来 而做了这些之后 重新返回仙缘宗颜黄一脉的古藩 就打算杜杰妃生神圣界了 没错 有了乾坤塔 古藩旨修炼了六千年 就让九九神境 九九玄弓 和起死回生绝 都达到了顶峰层次 而又因为古藩的道徒层次非常高 所以古藩现在俨然是一个准神强者 他在道徒上的感悟 让他具备了非生的一切条件 只要是放自身气息 去主动沟通神节 纳摩 度过神节 就能非生神圣界了 当然了 乾坤塔内修炼六千年 其实外界也才过去三千年而已 这就是乾坤塔的神奇 这还只是乾坤塔的第一层 等古藩非生神圣界 按照基老的说法 很容易就能找到 修复乾坤塔第二层的材料 到时候 外面一年 乾坤塔内四年 修炼的效果会更好 并且 在古藩关心的秘境空间这方面 基老也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在神圣界 也有秘境空间 所以 借助魂域吸纳能力的节流修炼 也能持续 先前乾坤圣人 就是接着魂域吸纳能力和乾坤塔 这才创造出了神圣界中 境界飙升的神话 当然 其实在正常情况下 古藩三大体系同修 就算在节流修炼之下六千年 也不可能达到顶峰的 现在之所以有如此成就 跟乾坤塔内的修炼环境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师父 你们真不跟我一起飞升吗 在魂域之内 对你们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古藩无奈地说道 哈哈 你有你的路 我们也有我们的路 行了 我还要照看照看炎黄一脉 寻真师父笑眯眯地说道 没错 寻真 紫霞师娘 百花师娘 三人决定留下来 同时 还有诸多炎黄一脉的骨干 他们放心不下炎黄一脉 毕竟 如果骨干都走掉的话 炎黄一脉的实力会下降得太厉害 没有高手坐镇的炎黄一脉 现在的一切辉煌 都有可能成为昨日黄化 修饰的世界 是非常残酷的 实力未尊 你先前再强大 飞升后 也回不来了 威慑力也就下降了 如果本身没实力 还想要先前的待遇 这又怎么可能呢 其实 哪怕寻真师父 紫霞师娘和百花师娘 现在也仅仅 只是至降者层次而已 都还不是半神 更别说准神了 不过 他们都在幽冥的教导下 感悟了先祖战争 这也相当于为炎黄一脉 留下了三具先祖战争 再加上诸多的好东西 傀儡啊 俘虏啊什么的 炎黄一脉无人敢动 而只要再给炎黄一脉一些时间 炎黄一脉自身 就将会真正的强大起来 到时候 就不需要寻真 再刻意地来照顾了 师父 古藩对寻真师父等人的安全 倒是不担心 他留下了太多的好东西 现在是不舍啊 不舍得阵膜分开 虽然古藩从师父那边 莫得到有关父母的 更多确切的消息 但却有了一些线索表明 仙衣们 起死回生绝 都跟父母应该有着关联 所以 古藩非生是必须的 但又很不舍 所以古藩 才会如此地纠结 虽然古藩身边众女都跟随着 无邪 无量 飞鹰 冷风等这些兄弟也都在 项勇和项蒙两个 徒弟也在 那魔多熟悉的清静之人 但少了师父 让古藩却总感觉不纳魔完整 先前的分离 寻找 让古藩 都有点惧怕这种分开了 古藩也想把炎黄一脉 所有人都带走 他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 这让后续非生的炎黄一脉弟子 怎么办 行了 别婆婆妈妈的了 你的舞台在神圣界 而且 尽管都混出个样子来 到时候 等炎黄一脉不需要我们照看的时候 我们是要非生找你的 到时候 你如果庇护不了我们的话 看我怎么收拾你 寻真师父笑骂地说道 古藩知道 这一切都不可挽回 师父真是铁了心 做如此选择 古藩也只能收拾心情 选择离开 他选择悄无声息地离开 没必要让其他人知道自己非生了 这样 对外界也是个震慑 哪怕他长时间不出面 先前的战绩震慑之下 也可保证炎黄一脉 最少万年的不可招惹 这也能多少为炎黄一脉 做出一些贡献吧 其实 炎黄一脉现在留下来的至强者 都有几十位之多呢 实力已经不弱了 差的只是半神 准神战力而已 相信在时间的沉淀下 炎黄一脉诞生半神和准神强者 这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 师父 师娘 你们多保重 古藩还是走了 悄无声息地离开 至于杜杰的地点 古藩也早已经选择好了 就在无尽海域之处 一座偏僻的小岛上 吉老说了 在这边飞升 不会影响什么 而这种偏僻 能够满足古藩 隐瞒别人的目的 虽然这样少了 飞升时候的风光 但古藩是 需要享受风光的人吗 很明显不是 通过先前的安排 古藩很快降临到 这座偏僻小岛 此时 古藩的心情也激荡了起来 巴掌 毛骨悚然 古藩心情激荡 其实最主要的 不是飞升 而是因为 九九玄弓和九九神境 都将会进入第五大层次了 而在这种大层次的跨越当中 先前就总有 父母的消息出现 这一次 应该也会如此 而又根据先前 多次得到父母消息的 进度来判断 这次得到的消息 甚至有可能让古藩得知 父母到底在 神圣界的什么地方 这对古藩来讲 可是真正的大事 这才是导致古藩 心情激荡的 最为关键的原因 古藩要带走的所有人 都躲进了魂域 其实 像秦牧宇 冷风 向勇 向猛 都基本上具备了 飞升的资格 而是追随古藩一起 不离不切 所以 现在古藩独自一人 渡劫飞升 释放自身气息 感应神洁 顿时 这偏僻的小岛上空 风云变幻 雷杰 汇聚 不过 对古藩来讲 雷杰一直都不是什么问题 哪怕现在这次是 飞升神圣界的神洁 在古藩眼中 也跟先前的任何一次雷杰 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区别 不过 这次想要借助雷杰修炼的想法 倒是没办法实现了 因为缺少九九玄宫 下一步修炼的材料不说 还缺少九九玄宫 第五大层次的修炼功法 只有晋级周 九九神晋第五大层次 九九玄宫第五大层次的 修炼之法 才会出现 所以 只是单纯渡劫 对古藩来讲 就更加轻松了 神洁强度非常高 特别是古藩这样的逆天修士 神洁更是特别的针对 一副不把古藩灭杀 就恃不罢休的样子 但也仅仅只是样子而已 一道一道神洁降临下来 对古藩根本就莫造成任何影响 一直等到神洁彻底过去 古藩都显得非常轻松 甚至在古藩身上 找不到任何一点点勉强的痕迹 身在魂域 但被古藩开启了视野的众人 看到古藩如此渡劫 一个一个也都是感慨不已 神洁之后 并没有天洁回馈 这一点 跟先前渡劫的时候不同 所以 古藩积攒了那抹长时间的功德器 也暂时没了用武之地 一道光束 直接笼罩在古藩的身上 直接拉动古藩 飞对走 这是要直接飞升了 干脆 利落 只要渡过了神劫 马上就拥有了 进入神圣界的资格 而这种资格 都是在瞬间兑现的 被接引光束笼罩 消失了的古藩 现在紧闭住双眼 虽然道徒 虽然还没变成道元 仙灵力还没变成神灵力 但是 古藩的境界 层次 却已经跨越了仙人的范畴 达到了神人的阶段 所以 自然而然的 九九神境和九九玄宫 也有了全新的信息 九九神境第五层 九九玄宫第五层的修炼之法 清晰无比地出现了 一如先前那么多次一样 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意外和突兀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九九神境和九九玄宫 所带来的有关父母的消息 古藩看到了两幅画面 而且 两幅画面中 竟然都是父母相互争吵的画面 要知道 先前了解多次父母的消息 古藩得到的 一直都是其乐融融 家庭和睦 幸福安康的信号 现在突然出现了争吵 让古藩实在诧异 争吵的内容 古藩听不到 但却可以清楚 争吵的核心 是他 不过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古藩看到了一个牌匾 一个叫做逍遥阁的牌匾 虽然只是一撇之下 这个牌匾就消失 画面也跟着消失了 但是 古藩的呼吸 还是急促了起来 古藩有重强烈的感觉 这个逍遥阁 应该就是父母势力的名字 去了神圣界 只要打探到逍遥阁的话 这就代表住 距离父母很近很近了 也就在古藩接受了这些之后 古藩感觉身子突兀的一众 周围被一种液体完全包裹 根据从基老那边了解到的信息 古藩现在 已经出现在了飞生池内 神圣界规则更加完善 天道之力明显 各方面都不是仙界所能相比的 像刚才古藩感觉到的突兀一众 就是因为神圣界的重力 远远高出仙界 按照基老所说 神兵 神将 神帅层次 不借助特殊器物 甚至都做不到飞行 神识可探测的范围 更是小得可怜 一句话 进入神圣界 先前在仙界的一切感受 都要统统抛弃 有一种 一切都被彻底打回原形的心理准备 要不然 只是这种心理上的落差 恐怕都会让你很难适应 周围非生殖的液体 给鼓犯一种舒服的温暖的感觉 道徒在这种轻泡当中 有助蜕变的趋势 仙灵力也有重要急速转化成神灵力的冲动 在这里修炼 绝对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完成仙人到神人的转化 让自己成为一个神人修士 真正地达到神兵层次 只是 古藩记得基老的叮嘱 也知道飞生池内转化 和飞生池外转化 根本就没有多大的区别 所以 马上就想要离开飞生池 毕竟 一旦在这里修炼 古藩三大体系一起修炼 就肯定会被人关注 在神圣界 被人关注 其实并不是好事 特别是实力层次很低的时候 这往往伴随着的 都是无边无际的危险 但就在古藩要离开飞生池的时候 却突然感觉到了一股 让他浑身毛骨悚然的巨大危险 还没转化成神石的仙石扫描出去 古藩愕然发现 自己的仙石 现在连整个飞生池都笼罩不了 甚至笼罩范围 还不足百米 古藩迅速启动魂域领域 而让古藩万分震惊的是 魂域领域在这里 竟然跟在仙界一样 四千万里的笼罩方圆 这是仙石笼罩不足百米的多少倍 古藩的心跳都开始加速了 拥有魂域领域 这能为古藩带来多少的便利 简直不敢想象 不过 这些现在却都是次要的 在魂域领域彻底笼罩出去之后 古藩震惊地发现 这飞生池周边那摩广阔的区域之内 飘荡住的 全都是一道一道赤色的光点身影 这些身影模模糊糊 朦朦朦朦 就好像半透明的一样 整个魂域领域内的这些赤色身影 足足上一道之多 而古藩先前感受到了的 毛骨悚然的危险 就来源于飞盾在飞生池上空的 密密麻麻的赤色身影 他们张牙舞爪地冲向古藩 一副要彻底把古藩吞吃下去的架势 久张 未知 古藩下意识地身子下前 整个人被飞生池液体彻底地淹没 结果 古藩发现 这些赤色身影 飞盾到飞生池液体之上的时候 又无奈地飞盾走了 他们不敢接触着飞生池嘶吼 飞生池能保护自己 古藩迅速意识到这一点 只是 看看飞生池外密密麻麻的赤色身影 还有魂域领域笼罩范围之内 更多的赤色身影 古藩脑海中充塞住的 全都是疑惑 这些赤色身影是什么 是神圣界百大种族之一 还有 魂域领域笼罩四千万里方圆 这个区域相比神圣界 自然是不值一提 但是 怎么说 也都不算是一个小范围了 而在这个范围内 这片范围内 甚至寸草不生 一片死寂 这到底怎么回事 姬老 古藩连忙呼喊姬老 现在这样的情况 跟姬老所说的神圣界情况 完全不同啊 飞生池周边 不是应该有很多修士的吗 不是有个大种族的接引人吗 不是很热闹的吗 怎么现在却变成了这般模样 在古藩的允许之下 姬老的神识 从乾坤塔内延伸出来 乾坤塔现在受损严重 但哪怕如此 姬老先前也能借助乾坤塔的力量 抹掉黑魔神留在先祖战阵上的记号 所以呢 姬老的实力层次虽然很难界定 但却是很僵很强 有的时候 甚至是可以把他当一个 圣人层次的强者来看的 只是 姬老莫办法帮古藩作战 但像现在这样 偶尔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 只要范围不是很大 这还是不成任何问题的 这是什么 姬老震惊了 而听到姬老这样的话 古藩心中顿时咯噔了一下 连姬老都不知道 这是什么 这怎么可能 先前修炼的时候 古藩可不止一次地跟姬老聊天 聊神圣界的一切 而当时古藩就清楚 神圣界各个角落 姬老都随乾坤圣人 基本上都去过 百大种族也都有接触过 所以呢 只要存在于神圣界的一切 不敢说姬老都了解得非常深吧 最起码知晓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现在 姬老偏偏都不知道 这赤色的身影是什么 这让古藩岂能不震惊 飞生池 是神圣界很重要 很重要的地方 这样的地方 甚至任何一个种族 都没办法 也不敢独自占据 但现在 你所在的这个飞生池 却完全被这赤色身影占据了 而且 周围死寂一片 没有任何生机 我又没见过这种生命铁 主人 五千万年 怕是现在的神圣界 跟我先前知晓的神圣界 已经完全不同了 姬老苦涩地说道 古藩心顿时已沉 这样的情况 对古藩不利啊 姬老这部活字典的作用直线下降 古藩对神圣界的诸多了解什么的 也都不再是优势了 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现在的景点 外面那魔多赤色身影 带来重重危险 危险 怎么出去 这是个大问题 而且 是这片区域变成如此 还是整个神圣界 都有了大变样 这一点古藩现在 也是不清楚 未知 危险 这些综合在一起 让古藩的心 真的很难真正地安定下来 姬老观察了一下 说道 主人 这些赤色身影 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他们的实力 却都在神兵层次 你仔细看看 根据他们身躯凝食的程度 和身躯的颜色 就可以分辨得出来 有的是神兵初期 有的是神兵中期 有的是后期和神兵巅峰 而飞升池 他们不敢涉足 主人 你完全可以在这里修炼 只是 飞升池内的修炼 只有初次 来到神圣界的飞升修饰 才有用处 并且 时间仅仅只有一年 一年后 就会被飞升池排斥 强行地驱除出去了 古藩脸色稍变 说道 还有被驱除出去的规则 是 我先前莫说 是建议主人 你不在飞升池内修炼 免得引人关注 所以 也就没谈及到这方面 姬老苦笑地说道 他也完全想不到 会出现这样的变果 古藩无奈 倒是没责怪姬老 毕竟谁也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情况 魂域内我带来的人 可以在飞升池内修炼吗 古藩问道 先祖战阵 依然会是古藩接下来的依仗 所以 组建先祖战阵的人 原实力如何 这对古藩来讲 也是依然重要 这个 飞升池外 我可以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但飞升池 前主人莫尝试过呀 极老苦笑地说道 古藩也是无语至极 刚飞升上来 就遭遇各种不顺利 虽然现在不用考虑 黑魔神的威胁 但现在来看 这些莫名的赤色身影的威胁 比黑魔神更危险 古藩只能尝试尝试 看看冷风等人 能否在飞升池内修炼 现在唯一的好消息 就是周边这些赤色身影 都只有神兵层次的实力 这还让古藩 有那么一点希望 如若出现神将层次 甚至神帅层次的这种生命体 那古藩除了认命 估摸住 也就没有别的什么路可走了 极老 你知道神圣界有个势力 叫逍遥阁吗 古藩突然问道 逍遥阁 没听说过 极老想了想说道 古藩很失望 他从父母给出的画面上 明明看到了逍遥阁的扁排 现在极老却说 不知道逍遥阁 这是怎么回事 他肯定 父母绝对层次非常高 不可能在神圣界默默无闻 那么 为什么极老没听说过 难道父母 就是在极老消散的 这五千万年时间内 才崛起的 五千万年 是很长了 但根据极老所说 从神兵成长未圣人 貌似这个时间远远不够 也就乾坤圣人 两千万年时间 成就圣人之位 但这是因为有乾坤塔 而父母 父母有着比乾坤塔 更大的机缘 古藩心中笃定 九九神境 九九玄弓 哪样比乾坤塔弱了 所以 父母就崛起于极老 离开神圣界的这段时间内 并不是不可能 古藩相信 极老不知道逍遥阁 并不代表住别人也不知道 只要出了这里 遇到神圣界修士 稍稍打探 也许就能轻松打探到 有关逍遥阁的诸多消息 所以 古藩很快就收敛了心神 把专注度放在了 应对眼前的境地上 资质改造 你们谁来尝试一下 看看能否在飞生池内修炼 这个有风险 仔细考虑 古藩莫关闭魂域事业 一直都开启住 所以呢 古藩现在经历的一切情况 包括跟姬老的谈话 魂域内的人都知晓 魂域内 有原本九万组建修士 有诸多感悟了 先祖战争的修士 还有仲女 冷风 向勇 向蒙等诸多亲近之人 总人数接近十万 而飞生池 很大 很大 全部把这些人容纳进来 都不成任何问题 但现在首先要搞清楚 弄明白的是 他们能否借助飞生池修炼 所以 这就需要有人 先行来做实验 而这种实验 很明显带有风险 我来 让我来 我来 顿时 魂域内一片造杂 大家都争抢要做这个实验 好像有可能存在危险的情况 完全不存在似的 更是有重争抢好处的感觉 诸多 还是让我来吧 我清楚自己的实力天赋 到底如何 战神能带我飞生 我深感荣幸 但又很是忐忑 因为我知道自己注定 给不了战神多少的帮助 所以 现在就让我来做这个实验 就算出现了意外 我死了 也不会影响 大家什么 请大家 请战神给我一次机会 要不然 我新拿 在争夺中 一位先尊初期层次的修士 站了出来 沉生地说道 顿时 魂域内安静了 古番 也是赶出万千 其实 这九万人 都算是佼佼者的 但那是在九州仙界的范围内 并且是以先帝层次的标准 来衡量的 而伴随着古番的不断进步 这九万人中 有一些人是得到了释放和升华 突飞猛进 但也有一些人 哪怕很努力 很努力 很努力 但却还是有点跟不上步伐 古番念旧情 一直都带着这些人 但现在来看 古番的念旧情 其实也是让这些人 心中有助巨大的压力 好 就你了 古番干脆地说道 谢战神 这位先尊初期修士 欢喜不已地说道 不过 你和你们 都不要妄自菲薄 这里是神圣界 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 我不敢说 你们会到多高的层次 但会一直进步 却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 自我不要先行否定 更不要由我怎么努力 都不可能如何如何的念头 要不然 你不配跟随于我 古番沉生地说道 修炼 资质重要吗 重要 哪怕到了神圣界 也是一样 古番也承认 自己这番话 有安慰的成分 但就算如此 又能如何 在古番看 不管资质如何 有着积极向上的心 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连自己都放弃了 那甭管别人怎么样 你也不可能有什么成就 我等谨记战神教会 足足有差不多上万人 齐声说道 这些人 都跟要求做实验的 那个修士差不多 开始吧 古番点点头 然后和须地说道 这位修士狠狠点头 然后 古番心念一动 就把此人搬运出了魂域 出现在了飞声池之内 并且是完全被池水覆盖的区域 同时 古番也做好了准备 随时随地地 都能把此人重新收回到魂域之内 能不死人 还是尽量不要死人为好 这些老人 跟随古番 死一个少一个 不过 很明显 古番的诸多准备 没有了任何用处 此人侵泡在飞声池内 不但没有表露出任何的危险之意 更是满脸的舒爽 顿时 古番心中大定 这基本上也就代表住 大家都可以借助飞声池内的液体来修炼了 等等 在古番要把大家都是放出来的时候 姬老却开口阻拦了古番 姬老 怎么了 古番好奇地问道 飞声池正在改造此人的资质 一切资质 姬老惊奇地说道 还有这种事 古番很诧异 我也没想到 不到飞声资格 下界之人 出现在神圣界 并且出现在飞声池 还能借助飞声池修炼 先前完全没有这样的先例 却没想到 还有这样的效果 姬老 也是嘖嘖称奇 哈哈 这可真是意外之喜 古番大乐 你现在可以告诉大家 哪怕是可以转化资声到神人的 也不要去转化 除非不能阻止 趁机提升一下资质 姬老说道 嗯 古番狠狠点头 提升资质 还是全方位的提升 这是多大的机缘 不用姬老叮嘱 古番也会告诉大家 要牢牢地把控好这样的机会 于是 古番马上就把这种情况告诉了大家 迅速 所有人沸腾了 哪怕是秦牧语 资质本就逆天 现在也忍不住地欢呼 能够让资质更进一步地提升 谁会拒绝这样的好事 古番很快把所有人都是放了出来 跟先前一般无二 很多人的资质都在被非声势改造 只是 很快古番也就发现 这种改造也并不是无限制的 首先古番不在被改造之列 因为古番本就就是非声修饰 没有这样的福利 其次 像秦牧语 冷风 差不多算是大家当中资至最高的了 按照他们所说 改造的限度有限 甚至基本上很难体会到改造的感觉 项勇和项猛 还有成熟梦 谢灵随后也都纷纷表示有这样的感觉 非声池的改造是有限度的 一旦感觉到不能被改造了 那就全力修炼吧 基老分析后给出建议 古番转达 基老的经验非常重要 所以 古番都是虚心的采纳 不过 古番已经在憧憬了 如果所有人都能达到 跟秦牧语 冷风这般的资质层次 那么 古番手下这帮人的未来 是多么的值得期待 不过 在这里 有时间限度 在一年时间内 能否被改造到秦牧语的高度 这个还很难说 但甭管如何 一年的改造 对大家来讲 都绝对是一次天大的机缘 现在好好地享受这份机缘 才是真的 而古番 则是开始借助非声池 进行自我的转化 道图转变成道源 先灵力转变成神灵力 然后才能飞速地修炼进步 外面危险重重 古番必须要肩负起 大家安危的重责 不过 在古番把道图转化为道源的时候 却发生了让几老都始料未及的意外 一章 天道源 道图转变成道源 这是仙人转变成神人的标志 而道源 是承载更高深天道感悟的形态 换句话来讲 道图已经没办法满足 继续参悟天道所带来的收获了 并且要换一个容器 古番有五大道图 分别是五行道图 时空道图 力量道图 造化道图外加神魂道图 除了力量道图之外 其他七大道图 哪一种都在道图等集中排名前列 哪怕力量道图也是非凡 一力降时会 力量强到一定程度 能碾压一切 按照正常的情况 古番的这五大道图将会 分别转换成五行道源 时空道源 力量道源 造化道源 和神魂道源 但就在古番成心转化的时候 却发现跟正统完全不同 九九神境出现莫名波动 进而影响到魂域出现了莫名变化 与此同时 五大道图完全分解 直接化卫单一的属性 竟然直接被吸纳进入魂域之内 而魂域 本就是依托神魂而存在的 所以 最终在古番石海中 原本存在于道源的位置 出现了一个朦胧的世界 魂域 魂域 以真实存在的形式 出现在了古番的石海 而道图也好 道源也罢 竟然全都进入了魂域之内 这一切过程 古番甚至都只能眼睁睁地看住 不能阻扰 也不敢阻扰分毫 当然 古番也只是惊叉着重变化 担心什么的倒是没有 因为古番有着非常清晰的感应 这一切 都是九九神境第五大层次 开始运转之后所带来的 而九九神境 绝对绝对不可能害古番丝毫 这一点 让古番保持淡定 只是 淡定归淡定 疑惑是疑惑呀 古番怎么都想不明白 自己怎么就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此时 等一切变化完毕 古番体内的先灵力 也完全转变成了神灵力 古番真真正正地成为了一个 神兵初期层次的神人 从此归属于神灵行列 古番尝试联系了一下魂域 现在跟先前 并没有多大差别 如果说有差别的话 那也是联系 操控什么的 好像更加忧心了 再去观察魂域之内的情况 特别是五大道途转化成的道园 却发现 足足十三道道园 犹如游龙一般的游荡在魂域之内 给古番的感觉 这十三道道园 好像都有了生命一般 更是给魂域带来一种 古番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 好像导致魂域 更像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了 最关键的是 古番分明察觉的道 在这魂域最深处 不 不能说最深处 应该说是冥冥当中 有助一股真正的天道园 正在慢慢形成 给古番一种 一旦这种天道园形成 整个魂域将会彻底 变成一方宇宙之感 基老 古番莫隐瞒自身现在的一切情况 讲述给基老听 基老见多识广 古番 希望能够从基老这边 得知到一些答案 基老深思 两久才说到 这是大造化 虽然我说不出神魔来 但这绝对是我前主人 多么发觉出来的 有关魂域的大造化 甚至 不仅仅是魂域 根基根源 还是在你修炼的神魂功法上 你随后慢慢观察 看看那魂域天道园的形成 是不是会给魂域带来一些变化 一个独立的宇宙 会有各种元素 才能形成一个整体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变化 在前主人手中 莫能演变成真正独立宇宙的魂域 将会在你手中真正呈现 到时候 就算是大圣人 也不可能毁得掉魂域 先前乾坤圣人的魂域被毁掉 这也跟魂域 一直都没能真正地 从独立宇宙出行 演变成真正的独立宇宙 有莫大的关系 一旦形成独立宇宙 区别于这个宇宙规则之外 那魂 原则上 魂域就是跟所在的这方宇宙 完全平级了 这方宇宙孕育出来的修饰 又怎么可能毁得掉一方宇宙呢 当然 就算现在古番走上了光明大道 最终能不能真的走到这一步 还不好说 后期会怎么走 能否走得顺利 或者不陨落 这都是独立宇宙 是否真正呈现的很关键性的因素 对基老也解释不出到底为什么 古番就知道 这一切变化 都跟乾坤圣人拥有魂域的时候 变得完全不同了 也代表着 古番根本就没有 什么前路可以借鉴 未来 只能依靠自己 来默默地摸索前进 不过 基老经验下的分析 倒是让古番眼神闪亮 虽然一直都知道 魂域是独立宇宙出行 但先前 除了扩大面积什么的之外 根本就没其他的变化 古番对前进之路 到底应该如何走 也没个概念 现在好了 现在这番变化 已经郁郁出了天道元 这也可以看作是宇宙之星 只需要随后不断填充养分就可以了 这比先前有了怎么样的 巨大进步性的变化 不言而喻 所以 古番马上也就不再纠结这方面 特别是稍稍尝试一下驱动道元 比先前更加得心应手 甚至驱动之下 连魂力的消耗都更少的时候 古番就更满意现在的变化了 久久神进 魂域 五大道徒 这种莫名的化学反应 也许没人能真正地解释清楚 但实际上 却也没必要真的要弄清楚搞明白 只要对自己是有好处 并且前景是光明的 那就愉悦地来享受这一切吧 随后 古番在飞升池内祭出乾坤塔 只要感觉没有资质再提升感觉的人 都可以先行到乾坤塔内来修炼 不过 像秦木宇 冷风两人 现在也转变成了神人 但后续的修炼 却没有什么功法 只能靠原始的最笨的办法积累 向勇 向猛倒是没识魔问题 他们有传承记忆 其他人随后也将会面临 跟秦木宇 冷风相同的情况 所以说 等这次危机过去之后 为大家寻找合适的修炼之法 也是当务之急 至于基老 古番原本想从他那边 弄到修炼之法的 但基老除了自身的修炼之法外 对其他的修炼之法都莫关注 就算拿出先前了解到的一些修炼之法 也暂时不适合秦木宇和冷风两人 所以只能作罢 当然了 现在不得不提的是幽冥 他现在的实力是突飞猛进 先前在莫飞升之前 借助乾坤塔 修炼就静静迅猛 现在在飞升池 更是如虎添翼 二章 驱赶 幽冥突飞猛进 速度超快 而且 飞升之前 幽冥在承载助古番去九州仙界的时候 也又在明河那边 弄了大批量的九幽泉水 一方面幽冥消耗了一些 需要补充 再一个 幽冥实力更强大 能容纳积蓄的九幽泉水 也更多了 所以 飞升的时候 幽冥携带的九幽泉水 是非常之多的 很长时间内 怕是根本不需要为幽冥的九幽泉水 再费什么脑筋 像现在 幽冥已经达到神兵层次了 只是 让古番意外的是 哪怕到了现在 幽冥还是不能化形 虽然根据兽类化形越晚 等级越高的言论来分析 幽冥这样代表着更大的潜力 但一直不能化形 却让古番有点担心 古番清楚 幽冥到底有多希望化形 可惜 一直都不能 哪怕到了现在也是如此 这对幽冥来讲 也绝对是很焦急的一件事 但在这方面 古番又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看幽冥自己 所以 也只能等待幽冥更强大的时候 来不断观察了 古番很快收敛新神 完全澄清在修炼当中 一年时间 在乾坤塔内 就相当于两年时间 古番的道源 已经确定达到了神兵层次的后期 所以 接下来的修炼 只需要能量上去 层次自然的 也就上去了 不过 因为九九玄宫的特性 古番又没材料在身 所以 九九玄宫现在只能暂时地放到一边去 古番转修九九神境 和起死回生卷 不求对天道感悟 只求吸收能量供应神境 和起死回生卷的进步 说起来 现在第五个神境连同前面的四大神境 围绕住魂玉转洞 就好像贴身保镖一般 让古番的石海 显得很是非同一般 神兵层次 虽然是神圣界中最低的层次 但是 哪怕是神兵层次中一个小层次的进步 这也并不是那么轻松和简单的 哪怕有助乾坤塔和外面飞生池的存在 能量充足地 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想在两年时间内积序道 可晋级到神兵中期的能量 这也近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外面那些赤色身影生命体 有神兵初期 有神兵中期 有神兵后期 更有神兵巅峰 到时候 古番拿什么去跟这些神秘的生命体去对抗 唯有先祖战争 古番只能寄希望于先祖战争 当然 希望在先祖战争身上 也并不代表助古番不需要努力 如果古番能达到神兵中期的层次 这就代表助先祖战争 本身就有了神兵中期的基础来打底 这样先祖战争 就有可能冲击更高的层次 随后在跟那些特殊生命体的对抗当中 才会有更多的资本 时间急速而过 抓紧一切时间修炼的古番 甚至都没体会到时间的流逝 就被基老提醒住 不得不结束了修炼 不得不说 古番拥有的修炼条件和自身的资质 外加变强的信念才强烈了 在乾坤塔内 还不到真正两年时间 竟然硬生生地 把神魂层次和修位层次 都提升到了神兵中期 虽然三大体系中 九九玄公园地踏步 但这个速度 却已经足以自傲了 也是无人可比了 距离一年时间 还有三天 该准备准备了 基老慎重地说道 外面那些赤色身影 生命体是什么 有出什么手段 特点都完全不清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一切都是未知的 而这种未知 让人的心 很难真正地安定下来 所以 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 古番也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先前心神 都在修炼上 对大家的情况 也莫做什么关心 现在稍稍了解一些 顿时很是兴奋欢喜 接近十万人的团队 现在达到莫办法 提升资质程度的 竟然超过了五万人 剩下的人 还在提升资质当中 而就算先前资质最差的 现在 也已经经非昔比了 资质提升 岂止是十倍 古番有种感觉 如果继续让这些人 在飞升池内改造下去 早晚都会达到 提升无望的程度 而一旦真到了那个程度 每个人的资质 都堪称绝顶了 这代表住什么 自然是不言而喻 可惜 现在时间有限 没那么多时间给他们 古番倒是很希望 飞升池只允许修炼一年的规则 是错误的 但古番不敢赌 一旦赌输 那魔多人被驱赶出飞升池 马上就会遭遇那些赤色身影生命体 到时候 不知道要陨落多少人呢 所以 古番不得不狠心叫醒所有人 哪怕被叫醒的人 再怎么的不舍 还剩下三天时间 我们应该就会被驱除出去 不过 你们不用担心 我们组成先祖战阵 应该不成什么问题的 随后 我还会找人实验 看看飞升池是否真的排斥我们 一旦不排斥 我们还要继续在这里修炼 你们该提升资质的 还会继续提升 现在 组合 古番沉生的下令 现在 除了古番达到了神兵中期层次之外 秦牧羽 冷风 向勇 向猛 幽冥 众女 无邪 无痕 飞鹰等 有上百人 也已经达到了神兵初期层次 剩下的 倒是都还在仙人阶段 古番挑选最将的九万人组队 仙祖战争第一次在神圣界内亮相 仙祖战争那么巨大 但就算如此巨大 飞升池也能完全淹没 整个飞升池 好像深不可见底似的 神兵中期巅峰 古番操控仙祖战争 稍稍感应了一下 在积老帮忙分析的判断之下 最终得出仙祖战争现在的实力层次 神兵中期巅峰 按照仙祖战争的特点 可战神兵后期应该没石磨问题 但是 想想外面那些神秘的赤色身影生命体 有神兵巅峰的存在 古番的心中还是有助一抹阴霾 三天时间在祖剑和熟悉仙祖战争中 一晃而过 突兀的 给古番无数安全无比温暖的飞升池 产生一股不可抵抗的巨大排斥力 让深埋在飞升池池水之内的仙祖战争 瞬间冲出了飞升池 这是被硬生生地驱赶出来了 积老的说法果然没错 一年时间 在飞升池内只能修炼一年的时间 过了这个时间界限 飞升池会主动地把人驱赶出去 而在仙祖战争被驱赶出飞升池的第一时间 周围密密麻麻的赤色身影生命体 就急速围剿而来 三章 机缘不在 古番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在被驱赶出飞升池的第一时间 就准备好了攻击 所以 对这些赤色身影生命体 第一时间围剿而来 古番没有任何的慌乱 仙祖战争巨大的手掌握拳 朝着一个方向 直接一拳打了出去 跟仙界时候打出一拳 声势非常好大不同 这就真的只是普通的蕴含能量的一拳 对周围根本就莫形成任何的影响 很明显 仙祖战争现在这样的战力层次 还没办法和洞虚空什么的 给古番的感觉 就好像回到了世俗地球 普通人打架时候的感觉一样 对周围形不成任何震荡 所以呢 现在想一拳横扫一大片什么的 这就根本不用想了 古番的目标 只能是一个 古番选定的 也是一个从颜色上来区分 只是神兵中期的一个赤色身影 赤色身影有什么特点 手段 古番不知道 但是 古番这一拳 却代表着神兵中期巅峰 甚至可相比普通神兵 后期修饰攻击强度的一拳 甭管这赤色身影怎么样 只要实力高出它很多 就绝对可以灭杀之 事实 也跟古番所想的一样 这一拳正中这神兵中期的赤色身影生命体 没有任何悬念的 一拳就直接把气打爆了 瞬间 古番感觉一股庞大的莫名能量涌动而来 经过五大神经的转化之后 迅速地涌入到魂域之内 并且 一下子分散成十四股 冲向了十四个方向 其中 一个方向上 赫然是魂域内的宇宙之星 天道元 并且这股能量 占据所有莫名能量的一半数量 剩下的一半数量的莫名能量 这才一分十三份 分别融入了十三道 在魂域内像蛟龙一般飞舞的道元当中 古番感受到了 道元在变强 也感受到了 宇宙之星在变强 古番心中激荡 道元能如此进步 古番不奇怪 但宇宙之星也能如此进步 却让古番怎么也莫想到 但毫无疑问 这是天大的好事 宇宙之星越强大 魂域也就越强大 也就距离成为真正的独立宇宙更近了 不过 斩杀这个赤色身影生命体的收获 还远远不止如此 除了莫名能量的收获之外 还有一股功德器 直接降临在 一直停留在丹田的功德杯上 功德杯 一直都在西内仙一神国那边的功德器 每一股都很弱小 只是数量多 所以 现在积蓄的功德器数量 很是不菲 但除了这个收获来源之外 功德器就没其他的来源了 但现在 斩杀了一个赤色身影生命体 竟然得到了功德器 这让古番万万没想到 这代表住什么 代表住天 道认可古番对这赤色身影生命体的杀戮 认可古番的这番杀戮 是具备大功德的 这赤色身影生命体 到底是什么 杀了 竟然还会被天道认可是大功德 古番越发好奇了 可惜 现在莫人能够询问 也没人能给古番解惑 这份猜测 也只能深埋在心底 暂时不可能得到什么答案回馈 而不管是莫名能量 还是功德器 或者古番思维的转动 这都是在急速当中完成的 古番莫当务对敌 但是 哪怕如此 古番出拳一次 还没等到再出拳 就被密密麻麻的赤色身影 轰击上了 这些赤色身影生命体 看上去有点模糊 有点半透明 但轰击在先祖战阵上的时候 却是真真切切的强烈 如若不是这些赤色身影生命体 大部分是神兵初期 少部分是神兵中期 先祖战阵能否像现在这样 硬生生地承受得住 这还真需要两说 不过 古番还是操控住先祖战阵 直接往飞升池降落 其实 也不能说操控 因为古番已经实验了 先祖战阵 现在还真做不到预空飞行 而飞升池范围那模大 本来古番是被驱赶出飞升池 朝着飞升池外的驱势飞过去的 但赤色身影的攻击 打断了这种趋势 这种趋势被打断 自然地就要重新降落在飞升池内了 古番迅速选定了一个修士 在先祖战阵降落飞升池的瞬间 把他给尸放了出来 这个修士莫参与先祖战阵的组建 被古番收入到魂域之内 在他不反抗的情况之下 进入魂域 完全被古番操控 很是快捷 古番现在要实验的 自然就是这些被魂域带上来的修士 能否继续待在飞升池内 是否能够继续借助飞升池 来提升自身的资质 还是那句话 哪怕他们的资质 现在都最少有十倍以上的提升 但如果能变得更高的话 这自然还是变得更好未明 而时间限制对他们到底有没有用 什么分析猜测都不管用 只有亲自实验 才能真正地知晓答案 先祖战阵刚入飞升池 排斥力就再一次出现 而与此同时 被古番从魂域室放出来的那个修士 也瞬间被一股排斥力排斥出去 古番迅速把此人收入到魂域之内 心中也是微微叹气 看来 先前那种机缘 真的真的只有一年的时间 想再拥有这样的机缘 已经不可能了 古番果断地不再去想这方面的问题 而是把心神收回到对付赤色身影上 这一次 古番选择了顺着排斥力的方向 开路 既然飞升池已经没了神器 古番自然也就莫必要留恋什么了 现在最要紧 也是最关键的 就是出去 找到神圣界的修士 了解一下 这赤色身影生命体 到底是什么玩意 一直保持住这种能懂的未知状态 让古番总感觉别扭得很 古番看准了时机 再一次一拳灭杀了一道神兵中期的赤色身影生命体 然后 没再体会涌现而来的莫名能量和功德气 而是迅速借助魂域领域 转瞬之间 就从非升池上空消失不现 古番先前第一次出来 其实也有 尝试感受一下 魂域领域能否像仙界一般使用的目的 感受之下 结果让古番欣喜 所以这一次古番直接动用这种能力 瞬间就出现在了四千万里之外 在神兵层次的修士 根本没办法做到飞行 只能奔跑或者徒步的情况之下 古番拥有这种瞬移的手段 这简直就是逆天了 这怎么可能 但姬老对这种情况 却是震惊了 四张 功德深 你怎么能做到瞬移 姬老很震惊 借助魂域领域啊 古番对姬老的震惊感觉很奇怪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但突兀的 古番想到了什么 问道姬老 难道先前乾坤圣人在我这个阶段 做不到如此 岂只是做不到 前主人 达到了神王境界之后 才勉强能借助魂域领域 还有个重限制 甚至 达到了圣人层次 这才能随心所欲 跟你现在这般 古番精差 乾坤圣人到了圣人层次 才做到像自己现在这般 对魂域领域的顺移运用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现在确确实实感觉很自然的 就用了出来啊 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突兀之处 看来 魂域 已经不能用先前的老眼光来看了 我感觉 魂域更加适合你 最终 姬老感叹地说道 古番一拳又斩杀了一位 神兵中期的赤色身影生命体 再借助魂域领域 转换位置 接着回应姬老说道 甭管如何 现在这都是我的优势 岂只是优势啊 你可知道 神兵层次的神人 神石最高 也只能笼罩方圆万米而已 而万米又能做什么 仅仅只有五十里而已 就算是神将层次的神人 神石也顶多 只能覆盖十万米范围 五百里而已 神帅 百万米已经是极限 但也仅仅相当于五千里 这三大层次 都还不能飞行 你面对这三大层次 有多少优势 就算是神王 神石也只能笼罩方圆五万里 神皇 也就五十万里 神帝 也才五百万里 神尊 倒是可以达到五千万里 你现在的魂域 可以跟神尊相比了 这是多大的优势 更别说你的魂域 还会继续变强了 基老感叹地说道 言语中满 都是唏嘘之色 毫不掩盖 被古番所震惊的情绪 听基老一番话 得知自己魂域探测的范围 也就比巅峰的神尊 稍稍弱一点 古番大胃振奋 古番不是什么菜鸟 自然清楚 这代表住什么 如果再考虑到很多 限制神石的地方 魂域也能安然无恙 这优势就更大了 不过 哪怕借助魂域领域 顺移了两次 现在也没出 赤色身影生命体 活动的区域范围 只是数量变少了一些 等级也普遍低了一些 古番心思活泛了起来 虽然很想搞清楚 这赤色身影生命体 到底是什么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赤色身影 生命体对古番 都有助大用 它们能贡献莫名能量 提升道元和宇宙之星 不说 还能提供功德器 在古番眼中 它们一个一个 都是绝对意义上的宝贝 而出去这里 是否还能再回来 这个还不能确定 加上魂域领域 能像在仙界一样的自由使用 这就让古番 相当于拥有了作弊器一般 不趁着现在这样作弊的机会 多收获点的话 那简直太对不起 现在经历的这一切了 所以 古番也不着急出去了 不断地借助魂域领域顺移 不断地一拳一拳地 灭杀赤色身影生命体 现在先祖战阵 可对神兵中期的 赤色身影生命体 完成秒杀 所以 古番就只挑这个层次的来杀 一股一股莫名能量不断涌入 一股一股功德器 也是不断降临 古番的嘴角笑容 都有点止不住的味道了 先前古番道元 已经到了神兵后七层次 但几天之后 就已经达到了神兵巅峰层次 功德器的涌入 已经让功德卑变得 更加的浩大了 一层层的光辉不断地浮现 让整个丹田 都充满了功德的气息 这些功德器 未来用在渡劫后的 天洁回馈上 好处实在太大太多了 古番更加留恋于 这样的杀戮当中 不过 古番也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等道元达到神将层次 说什么也要出去 了解这边的情况 是一个目的 另外必须要去寻找 九九玄宫的修炼材料 和修复乾坤塔的材料 道元增长再多 功德器再多 不能转化成 自身真实的实力 这也没用什么用处 至于把道元 融入先祖战阵的爆发 那也只是暂时的 甚至只能支撑一招两招 那魔多的赤色身影生命体 根本就对古番 造不成任何一点的杀伤 古番作弊一般的 急速收割住 这些赤色身影生命体的性命 莫名能量不断涌动而来 虽然相比现在的 十三大道元是 有点层次低了 但层次低不要紧 数量是完全可以弥补的 也就半个月的功夫 古番就积攒够了道元 晋级到神将层次的 莫名能量 一举让十三大道元 统统来到神将层次 当然了 宇宙之星吸收得更多 而现在 古番已经感觉得到 魂域内一些变化了 不说别的 魂域内出现了 模糊朦胧的陆地 这就是一个 让古番感觉无比振奋的信号 虽然面积没在扩张 魂域领域也没变化 但魂域的进步 却是实实在在的 甚至在古番看来 比先前单纯的扩张 要好太多了 古番打算收手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功德杯那边 却发生了变化 此时的功德杯 传递给古番一种信息 一种叫做功德身的功法 出现在古番脑海中 在有了九九玄弓的情况之下 古番对别的炼体功法 还真的不怎么感冒 但是 在仔细了解之后 古番这才发现 这功德身跟想象中的 完全不同 这是一种身外化身之法 就是凝聚出区别于 本体之外的 纯粹有功德器 提供的功德身 这一下 古番来了兴趣 根据脑海中的信息介绍 古番得知 这种功德身 一旦形成 就会拥有完全等同于 本体的实力 就好像完全复制了一般 并且 对阴邪之物 有着天然的克制作用 因为这是功德加身 是一种天道赐予 功德杯 一直都只是提供 度节之后的天节回馈福利 却没想到 现在还有这样的福利 古番难难自语 虽然在进一步了解之后 古番发现 凝聚功德身要消耗功德器 功德器不足的话 功德身根本没办法凝聚 并且凝聚出来的 功德身所需要的功德器 也会根据层次不同而不同 但这些 在古番看来 却都不是什么问题 五章 吞道足 古番直接躲避 进入魂域之内 这样 赤色身影生命体 完全察觉 不到古番的存在了 然后 他开始系统地研究 功德身的修炼之法 区别于先前大致的了解 这一次是修炼 所以 古番参悟得很仔细 很认真 而结果 让古番惊讶 因为功德身 算是功德杯的延伸福利 是自带的一种能力 功德器机攒到一定程度 自然就能凝聚功德身 功德身的凝聚过程 简直简单的 不要不要的 古番熟悉了过程后 只是心念一动 就在古番身边 就直接出现了一个 散发助功德器 浑身上下跟古番 没有半点差别的身外化身 而古番可以清晰地感觉得到 这具身外化身 拥有跟本体完全一样的本领 能够发挥出 跟本体一样的战力 并且 它还有助独立的思维 却又跟古番心神完全相通 成的是无比神奇 虽然算得上是消耗品 但是 只要功德器足够 这身外化身 一直都存在也没有任何问题 而功德器 古番笑了 这魔多赤色身影生命体 在古番看来 代表着的 也都是莫名能量和功德器 只要古番积攒够多的功德器 维持着身外化身的一直存在 这就不是成任何问题 虽然不是本体防御 但这身外化身的作用 很明显比 只是单纯的本体防御 要强的太多 心念一动 功德身溃散消失 如非有必要 倒是不需要功德身长久存在 用在关键时刻 这才能体现出功德身的价值和作用 接下来 古番出了魂域后 没有再耽搁什么 直接顺移离开 接下来 他要寻找大本营了 很快 只是顺移了两次 古番就发现了 有修士的身影 这里 依然还有赤色身影生命体 数量虽然相比之下 少了很多 但单位范围内的数量 其实还是不少 现在 古番看到的是一个 七人组队的小型团队 从他们的气息上来判断 应该都有住神兵后期的层次 有两位 气息强大 更是已经达到了神兵巅峰层次 他们组队 杀着赤色身影 生命体却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周围太多赤色身影生命体 他们一直都处于被围攻的态势 在防御的同时 也只能偶尔的 才能杀一个赤色身影生命体 不过 古番观察 在杀了赤色身影生命体的时候 他们七人腰间一块令牌 就会闪亮一下 同时 对赤色身影生命体被杀之后 要消散的尸体 他们也不知道 施展了什么手段 点在要消散的身体上 竟然让这被杀的赤色身影生命体 形成一颗圆球 这圆球上竟然蕴含住浓郁的能量 偶尔 得到的圆球上 竟然有助阵阵很玄妙的天道气息 甚至 有的时候 得到的圆球会是血红色上 上面有助浓郁的生机之气 多种多样 这真是让古番大开眼见 他先前斩杀了那魔多赤色身影生命体 可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收获 古番观察了好一阵子 然后魂域领域再覆盖 结果发现 很多像这样的小型或者大型的团队 都在猎杀赤色身影生命体 有的 甚至还单独行动 这让古番更加好奇了 这些赤色身影生命体 到底是什么 竟然能够这么受欢迎 这还不算 在基老的指点之下 古番在诸多的小型团队当中 竟然看到了很多不同种族之间的联合 有的组合 甚至让基老惊诧 因为在先前基老的记忆当中 这些种族都有助死仇 见面都是要分个生死的那种死仇 但现在可好了 竟然相互联合在一起 还组成团队 配合得亲密无减 这简直完全颠覆了基老的固有认知 五千万年 看来在这段时间内 神圣界发生了天翻地覆一般的变化 基老感叹 言语中充满了唏嘘 古番默去打扰这些不同种族修士 或者同族修士组成的小型团队 他突兀出现的话 再做这般迅速 难免会让人怀疑 一旦得知古番从更深处而来 并且以神兵中期的层次就活着出来了 这肯定会被人窥探 古番可不会认为 现在貌似种族都联合了 就没了纷争了 小型使得万年传 在一切都还不了解的情况之下 古番必须要保持 小型谨慎的这种心态 所以 古番直接顺意离开 现在方向是对的 古番早晚都会出这片区域 接触到更多的修士 只要接触到更多的修士 古番这才能够了解到 这五千万年来神圣界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还不到两次顺移的路程 古番就彻底出了赤色身影生命体活动的区域 而看到的 也不再是死记的环境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并且 也体会到了神灵器的存在 更感受到了天道的存在 古番这才猛然惊醒 先前在赤色身影生命体活动的区域 除了到处都是死记之外 神灵器没有 而且 貌似对天道的感应也非常的模糊 那些赤色身影生命体 到底是什么东西 魂域笼罩之下 方圆四千万里 全部都在古番的笼罩当中 古番也不怕被人发现 魂域领域笼罩了相距不是太远的很多城池 这些城池 有着很明显新修建的痕迹 古番瞬间监控无数修士的谈话 顿时 无数的信息涌向了古番 古番慢慢搞清楚了 赤色身影生命体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种叫做吞道族的族群 竟然是来自于外宇宙 不是这方宇宙的生命 这种吞道族能够吞吃天道 吞吃一切而变得强大 整个神圣界已经有很大区域被吞道族霸占并且吞吃掉了 如果任由吞道族蔓延 毫无疑问 这方宇宙都会成为吞道族的粮食 到时候 天道不在 这方宇宙之下 还怎么修炼 也因为如此 征战不休的神圣界百大种族 竟然兵士前贤地联合了起来 集中整个神圣界的力量 来对抗吞道族的入侵 这才有了先前看到的那么多小型 或者大型团队中 有那么多不同族群的修士 联合在一起的情况 同时 古番也了解到 朱杀这种吞道族生命 还有助攻得点可拿 也就是古番先前看到的那些团体当中 每个人腰间的令牌 那就是负责记录杀了多少 吞道族修士功能的令牌 六章 功德牌 杀多少吞道族修士 杀的是什么层次的吞道族修士 这都会被清晰地记录 这些令牌上 有助很高等的神圣 只要不是遇到圣人层次的吞道族修士 都能清晰记录 而得到的功德点 将会是货币 可以在任何一座 对战吞道族的前线城池当中 兑现各种资源 百大族群完全联合在一起 把整个神圣界的资源整合在一起 把大家的积极性都给调动起来 而且 沙团道族修士 不仅仅能够得到功德点 通过特殊的手段 凝聚吞道族的尸体 还能得到道经 这些道经 就是古番先前看到的那些凝聚出来的圆球 道经分三种 一种是蕴含能量的 可助修士吸收修炼 相当于神灵石的功效 一种是蕴含天道气息的 这种天道气息 是吞道族宇宙的天道气息 虽然跟这方宇宙不同 但却有注意取同工的很多共通之处 对天道感悟的帮助非常大 也是三种道经中最珍贵的一种 而第三种 则是一种蕴含生计的道经 这种道经可以用来炼体 但更多的 却适用在疗伤上 这种道经 有着非常好的疗伤效果 所以说 有功德点可拿 有道经可获取 还能得到大家的尊重 成为英雄 所以 在几千万年的发展下来 跟吞道族的对抗 已经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风气 各种规则 也从先前的混乱 变成现在的极度理性 刚开始的时候 百大种族甚至需要强制性的要求 什么什么修饰必须出战 现在倒是不用了 因为跟吞道族作战 本身就有助海量的利益 有利益驱动 则比命令驱动效果要好太多了 不过 对于吞道族是怎么来的 古番倒是莫探听到 吞道族 外宇宙入侵 怪不得百大种族会 兵士前嫌地联合在一起 基劳感叹说道 百大种族不管怎么争斗 都是生存与这方宇宙当中的 而一旦这方宇宙出现问题 那他们都将会失去自身的家园 在这重情况下 如果还窝里斗的话 那就跟找死 自杀没有任何的区别了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取得猎杀资格 拿到功德牌 然后再弄到凝聚道经的手段 随后用赚取的功德点 去兑换九九玄公修炼的材料 修复乾坤塔的材料 还有大家修炼所需要的功法 和其他资源 古番迅速制定自己的计划 现在打探逍遥阁 倒是不着急了 因为古番 现在也才神兵中期而已 以这样的层次 能打探到什么 接触到的 肯定也都是神兵层次的修士 这样的修士 能知道逍遥阁 所以 哪怕很急迫 古番现在 也必须先把这个放在一边 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 能接触到更高层次的修士 这样也好去 寻找父母的踪迹 古番的魂育领域是 再太好用了 哪怕只是探听到修士之间的谈话 传音谈话 是根本没办法探听到的 但对古番来讲 却足以弄清楚 很多疑惑的问题了 当然了 像古番这样 笼罩那魔多城池 一下子探听那魔多修士的谈话 还不被发现 也只有 拥有魂育的古番 才能做得到 换个人 哪怕是圣人 怕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因为圣人的神识是强 但却很难做到 不被任何人有任何感应 古番收了魂育 他询问了冷风等人 要不要出来历练历练 结果冷风等人 现在并不想单独去行动 对仙界的了解 还是太少 但他们却都表示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们倒是愿意脱离 先祖战阵来出战 通过实战来熟悉 神兵初期层次的一切 顺便也磨砺磨砺自己 但这需要古番 帮他们找到好的 修炼之法的前提之下 要不然 他们实在太吃亏了 了解到这些之后 古番也算是心中有数了 通过先前的探听 古番已经知道了一些规则 所以 古番借助魂育领域 悄悄地也混成了 浩浩荡荡从内 路赶到前线的 诸多修士大军当中的一员 古番神兵中期的层次 也莫人怀疑 他是刚飞升上来的 而且 就算是刚飞升上来的 在这里也根本莫人询问 只要来参战 百族联盟都是高举双手的欢迎 所以呢 古番在表示自己 来参战诸沙吞道族修士的时候 没有任何阻碍的 在报名 滴血刃主后 就得到了一个功德牌 这就相当于身份证了 拿住这个功德牌 古番不管走到哪里 也都算有了一个户口了 其实 在拿到功德牌之后 古番面临的选择 还是不少的 可以选择加入百族联盟大军 这种军队形式的存在 是防线的最主要力量 也会定期或者不定期的 阻止大规模的 对吞道族的反击 而在大规模的作战当中 得到更多功德点的机会 也就更多 另外一个选择 那就是 去百族联盟提供的场所去组队 也就是先前古番 在吞道族修士区域 所看到的那些小型 或者大型的猎杀团队 这种团队的形式 比单独行动 更有利于斩杀吞道族修士 当然了 相对也更容易得到功德点 最后一种选择 那就是单独行动了 没人限制或者强行 你必须如何如何地选择 一切都看你自身的意愿 不过 古番也感受到了 哪怕现在百族联盟 已经根深蒂固 各族之间 也已经兵士前贤 但先前横古以来 积攒下来恩怨 却还是 莫能彻底地化解 在城池中 其实也能看得到很多摩擦 同时 人族在古番选定的 这个城池中的地位 好像并不是很高 这从对比其他一些族群的修士 在城池中的一些待遇 细节上 就可以分辨得出来 古番倒是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 想住现在 就要把人族的希望 完全扛在自己的身上 他现在一心想住的就是 多赚取功德点 古番现在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穷二百 想做的事有太多 但兜里没钱 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啊 现在赚钱 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得到功德牌的同时 古番也得到了 提取道经之法 顿时 古番把一切赚钱的力气 都掌握在手了 马上的 不做任何迟疑的 古番就要离开 直奔吞道族羞士所在的区域而去 七章 功德号 这位道友 请等一等 就在古番要迈不出这城池的时候 突然被人叫住 道友是叫我 何事 古番疑惑地问道 叫住他的是一个人族羞士 看气息情况 也是神兵层次 但应该已经到了神兵后期 或者巅峰阶段 你这是要出去猎杀吞兽 李木豪看了看古番妖间的功德牌 笑眯眯地问道 正是 古番点头 吞兽 就是大家对吞道族的简称 低层次的吞道族 根本就没多少智力 只有本能 所以 这才会被称之为兽 一个人 李木豪在问 对 古番还是点头 第一次来 李木豪继续询问 嗯 古番继续点头 怎么不组队 我们现在正在寻找队友 而我们都同位人族 自然要优先照顾自己族群的修饰 你是不知道 外面到底有多凶险 不组队 在外的存活率 实在太低太低了 怎么样 考虑一下 跟我们并肩作战 李木豪认真地说道 我暂时没组队的打算 谢谢你的好业 我想一个人去闯一闯 试一试 古番很认真地说道 笑话 他古番需要跟别人组队吗 跟别人组队 将会把古番给彻底地限制起来 先祖战阵 魂域领域怕都不能用 如此情况之下 这不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给 捆绑起来了吗 如此选择 傻帽才会去选 嗯 这是应该的 不过 只要道有你要组队的想法 可以随时地联系我 这是我的功德号 李木豪倒是莫强求 他见过太多的新人 都是心比天高的主 不让他们亲自经历 剑士剑士吞兽的强大 他们是不会选择组队的 在李木豪看来 古番也是这样的人 他现在 不过只是想提前结个善缘而已 如果古番能活着 从吞兽那边回来 不仅仅会知道组队的重要 也能通过考验 毕竟 他李木豪也不想要什么无能之辈 古番加了李木豪的功德号 就告辞离开了 不过 路途上 古番研究了一下功德号 不得不说 百足联盟联合起来 真的搞了不少的新鲜事物 这功德牌 不仅仅能够记录功德点 还能当联系起来用 每个功德牌的号码 都是完全不同的 不同的号码 就代表住不同的人 相互加了号码后 就能够相互联系了 同时 百足联盟需要发布 新门消息的时候 也能在功德号上推送 相当于一个覆盖范围 无穷大的广播了 甚至 还有很多专门用于 经营商业的功德号 时不时地推送一些 上品信息 如果放在先前的古番身上 感受这一切 会联系到科技 但现在 有林元 优民在身边 古番知晓 这种类似于科技的东西 其实都是正法 和静止之下的产物 相比科技 这重正法和静止之下的产物 更加的高等 不过 现在古番的功德牌中 除了百足联盟官方的 功德号之外 也只有李慕豪一个好友 查看一下李慕豪功德号的资料 古番除了看到李慕豪的名字之外 还看到了他身为 血战拥兵团副团长的头衔 甚至还附带住血战拥兵团的介绍 更是还带住血战拥兵团 在所有一级拥兵团当中的排名 不过 这个排名 已经快接近百亿数字了 这让古番惊诧 神兵层次的拥兵团数量 那么多之外 也是惊讶 这个排名也能拿出来炫耀 那么 神兵层次的拥兵团总数 到底有多少 古番奔跑前进 说起来还真是不习惯 习惯了急速的飞盾 习惯了瞬移 现在却不能飞行 只能徒步奔跑 真的感觉别扭 但古番尝试了 现在他还真飞不起来 神圣界的天道规则太重了 神兵层次的修饰相比之下 实在有点太弱了 功德牌上附带住详细的地图 这些地图都是百足联盟官方功德号推送的 并且末间隔一段时间 甚至每天都会有全新的地图来推送 通过地图 不仅仅能够清晰地表明你所在的位置 还能清晰地看到你周围吞道族吞兽的分布情况 古番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 叫做一级三十六区 代表著的意思 就是这片区域内 都是神兵层次的吞道族吞兽 其实地图什么的 对古番莫多大用处 在跟那摩多一起奔跑或者徒步地修饰 一起越过三十六区官方军队的防线之后 古番就一头钻进了茫茫吞兽群中 不过在外围一级吞兽很少 古番的目标是更深处 只有到了更深处 才会有那摩多吞兽可杀 也才能把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充分地发挥出来 所以在魂域领域笼罩之下 确定默认会察觉到自己的情况之下 古番迅速地就借助魂域领域顺移离开了 连续三次顺移 古番停了下来 这片区域在他魂域领域之内 已经看不到任何修饰存在了 并且吞兽是密密麻麻 数不胜数 古番选定这里 做自己收割财富之所 自身融入先祖战阵 魂域领域带住顺移 古番迅速出手 很轻松地就斩杀了一头神兵中期层次的吞兽 此时 除了得到莫名能量和功德器之外 古番发现 功德牌上也多出了四个功德点 古番先前探听的时候也早就知晓 神兵初期的吞兽 斩杀只能够得到一个功德点 神兵中期则是四个功德点 神兵后期是十六个功德点 而神兵巅峰则是六十四个功德点 每一个小层次都有四倍的差距 所以 斩杀高等级的吞兽 得到的功德点就越多 当然 哪怕你斩杀的是神兵初期吞兽 数量够多的话 也一样 可以得到海量的功德点 古番趁着这个被杀的吞兽消散的瞬间 一直点出 这是凝聚道经的秘法 学习起来非常简单 古番稍稍看了看就掌握了 所以 伴随助古番施展这种秘法 要消散的这个神兵中期的吞兽 迅速凝聚出一块散发住天道气息的道经 这俨然是三众道经中最贵的一种 能凝聚出什么道经 没有什么秘诀 只能看运气 看几率 而蕴含天道气息的道经价值最高 除了这种功用最大之外 也跟这种道经凝聚出的几率相对较小有关 八章 贡献排名 太耽误时间了 古番对凝聚出蕴含天道气息的道经 很是欢喜 但是 最终古番却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如果是组队之下 有负责防御的 有负责进攻的 有负责专门凝聚道经的 这倒是没石膜 但古番这边 杀吞兽速度很快很快 而凝聚道经 就有点耽误时间了 甚至因为凝聚道经 还会被周围其他吞兽 有攻击他的机会 所以 古番只是尝试了一次 就得到凝聚道经 并不适合他的事实 于是 古番也果断放弃了凝聚道经 虽然杀了吞兽不凝聚道经时 再有点浪费 但实际上 只要古番的杀戮保持高速度 多得到的功德点 比凝聚道经所收获的财富 还要多得多 这样 如何取舍 也就不需要多说什么了 古番杀吞兽的速度 实在太快了 并且 还能一直锁定 神兵中期的吞兽去杀 古番尝试了 神兵后期的吞兽 他他不到秒杀 所以 就果断放弃了 对神兵后期吞兽的猎杀 专门对付神兵中期 这样效率是最高的 古番现在的一切目的 就是为了赚取功德点 所以 效率是他现在所及需要的 其实 从先祖战阵这般战力 都做不到对神兵后期 吞兽的秒杀上 古番就已经知晓了 吞兽到底难缠到了何种程度 所以 哪怕杀的速度快 无往不利 古番对吞兽的重视程度 却越来越高 一晃眼 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古番已经不记得自己 到底斩杀了多少 神兵中期的吞兽了 但他现在的道元 已经晋级到了神将中期 功德气积累到了 比先前多出百倍的程度 还有功德点 现在足足上亿了 上亿的功德点 一个神兵中期 吞兽价值四个功德点 这也就代表住 古番斩杀的神兵中期 吞兽数量 达到了2500万头 三个月 2500万头 这个效率 这个速度 简直惊世骇俗 此时 古番稍稍暂停了下来 打算回去 把这些功德点花掉 大家的修炼功法 九九玄宫需要的材料 乾坤塔修复需要的材料 还有大家修炼 所需要的资源 古番虽然不能肯定 这上亿功德点 到底够不够花 但都必须要 尽快地花出去 只有把这些功德点花出去 转化成对 自己有用的东西 这才有价值 要不然 这些功德点 也只是冷冰冰的数字而已 根本就没有什么鸟用 幸好 我关闭了排名系统 古番难难自语 功德牌上 有助一个排名功能 在莫申请成立 或者加入佣兵团的情况之下 这种排名只有一种 那就是个人贡献排名 其实所谓的贡献排名 也就是功德点多少的排名 只是这个功德点的多少 只计算你 取得了多少功德点 至于这些功德点 现在在不在你手中 倒是完全没有任何关联 但交易所得不计算在内 只计算通过斩杀吞兽 所得到的功德点 这才能计算在 贡献排名的数值之内 古番现在只是一级 所以现在许可权 也只能看到一级的贡献排名 最高的 功德点有13亿多 古番的1亿多 排名要在30亿名之外了 但是 如果古番莫关闭排名系统 而被人关注的话 绝对会引动风暴 因为古番单位 时间内的效率太高了 想不引起轰动都难 所以古番才庆幸关闭了排名系统 这也是百足联盟 一个很人性化的设置 有人爱出风头 但也同样有人不喜欢出风头 这种隐藏排名的设置 就是为那些 不喜欢出风头的修饰准备的 只要开启了隐藏系统 就算是百战联盟官方 也看不到你功德点的数值变化 最大程度的 把一个人的锋芒 给彻底掩盖起来 借助魂域领域急速返回 在外围区域 古番把先祖战阵收回 独自一人徒步而行 古番真有点无语 在他来看 如此实在是浪费时间 但偏偏他的一切 现在实在不好暴露 只能如此 哪怕不爽 也要忍住 花费了几天时间 古番这才返回了 先前离开的城池 这还是因为 这座城池修建在最前沿阵线上 要不然的话 古番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才能真正返回 不能飞行 实在是浪费时间 古番都要考虑 是不是要购买一艘神灵飞船了 神灵飞船 哪怕是神兵层次的人 也能驾驭 可以飞行 这样 比徒步的速度 简直不要快太多 前前后后 这将会节省下多少时间 不过 神灵飞船价格不菲 古番需要看看 是否耽误自己的计划 这才好决定 到底购买 还是不购买 古番需要功德点的地方 实在太多太多了 返回城池后 古番默去看 其他的诸多店铺 而是直奔百足联盟官方的 交易大店 这里 一直都是人满未还 古番排了几个小时的队 这才轮到了古番 然后 古番稍稍显露了一下 自己的功德点 直接要了包奸 只有功德点高到一定程度 这才能享受到 包奸交易的待遇 这种包奸 是完全独立的 进去后 外人根本不可能 窥视到分毫 可以最大程度的 保证交易的隐蔽 其实 杀人夺宝的事情 在百战联盟内 也是常有的事 大家在对待 吞道族的态度上 是一致的 但在这个一致前提之下 也不可能完全杜绝 私欲的存在 如果真想住 大家都和平和和气气的 那抱有如此想法的人 绝对是理想主义者 进入包奸 古番先行观察了一下 其实这包奸真的不大 仅仅不到20的平方的样子 很小了 包奸内除了有一个 被阵法静置笼罩起来的 石碑之外 也就只有一个 小型的物品传送阵了 是的 其实这座城池中 除了有百战联盟的分布 和各种机构之外 真正的任何资源 其实都是莫放置在这里的 在这里交易任何东西 都是传送过来 这也是汲取了先前的教训 先前就有把物资 都集中在前线城池中的先例 结果 城池告破 被吞盗族侵占 那些资源 都成了吞盗族的养分 所以 随后百战联盟就取消了这一点 改成了集中攻击 这样把资源都集中 也能方便需要的人进行挑选 一举两大 九章 方便快捷 古番收敛了心神 在交易石碑之前站定 然后深吸一口气 刷了一下自己的功德牌 顿时 黯淡的交易石碑闪亮了起来 一个操作界面直接出现 然后 古番看到了很多选项 有功法 有神通 有秘术 有材料 有神器 有丹药 有俘虏 有傀儡 有阵盘 有 零零总总的 足足十几项选择 而且 这些选择还都是大项 就拿功法来讲吧 点开后 就会发现 有各种等级的功法 各种属性的功法 各种种族的功法 零零总总的 又是一大堆的子选项 通过这里 你好像就能看到整个神圣剑 古番选择了材料选项 九九玄宫和乾坤塔的修复材料 是重中之重 不是古番不重视其他人 而是古番明白 作为尖刀 他的实力进步和乾坤塔的修复 相比之下 更加重要一些 九九玄宫在神兵层次所需要的材料 伴随住九九玄宫第五层的显现 古番也已经清清楚楚了 所以 按照这些材料的名称 直接搜寻 迅速地 古番所需要的材料 就直接出现在交易石碑上 而价格 所有所需要的材料都算上 也才三千五百功德点而已 真便宜 古番感叹 这些材料 比先前从仙界费尽心思弄到的材料 更珍贵 但是 因为这里是神圣界 这些材料 反而成为了低等级的材料 所以 不仅仅应有尽有不说 还很便宜 老公 不是真的便宜 而是你感觉便宜 三千五百功德点 放在普通的神兵中期修士身上 这已经算是一笔巨款了 成书梦纠正古番的错误 嘿嘿 管它是不是真的便宜 只要我感觉便宜就好 古番嘿嘿地笑着说道 也是 交易的价格高低 其实都要看各自的需求程度 你需要 再高的价格也不算贵 不需要 再低的价格也觉得贵 这就是一种需求关系 毫不犹豫的点击购买 古番功德杯上 迅速被扣除掉了三千五百功德点 而随后 不到一分钟呢 旁边的物品传送阵就闪亮了起来 古番所购买的材料 分毫不差地直接呈现 真是太方便了 比网购还方便 古番感叹说道 想到在地球上的网购 在网上购买了 还需要等快递 哪怕最快的快递 也需要几个小时 或者二十四个小时 现在倒好 不到一分钟 购买的东西就送到你身上来了 这简直快速到了极致 神圣界不愧是神圣界 魂欲那众人也都纷纷感叹 古番一直都开启住所有人的视野 让所有人跟随古番 一起经历他所经历的一切 这也算一种熟悉神圣界的过程了 毕竟只是闭门造车 对外什么都不懂 很多时候都会很吃亏的 古番也不需要限制大家对外界的了解 哪怕因为对外界的了解而有向往 想去闯荡什么的 古番也不会阻拦 反而会支持 这就是古番 这就是他代对代人的原则准则 古番又搜寻了一下 神将层次九九玄公修炼所需要的材料 九九玄公第五层次 包含神兵 神将和神帅 这三大层次 所以 现在对神将层次所需要什么材料 古番现在也一清二楚 没有意外 古番需要的材料在这里全都有 虽然价格贵了一些 足足需要一万七千功德点 但古番还是自私地 先行把这些材料兑换到手 然后 古番问姬老姬老 乾坤塔的修复材料 如何挑选 古番记得先前姬老说过 他说不出什么材料 只能凭感觉 那么 现在献不到真实的材料 姬老的感觉 还能有用吗 但很快 姬老就爆出了诸多材料的名字 主人 在仙界 我是爆不出什么名字 但在神圣界 我对葛仲材料太了解了 爆了诸多材料的名字之后 姬老孝注解师说道 古番这才恍然 也是 乾坤塔一直都是神圣界的产物 姬老不熟悉仙界中的什么材料 对乾坤塔有用 这也纯属正常情况 古番迅速地把这些材料搜寻出来 然后计算总价 两千万 古番看住总价 瞪大了眼睛 这是第二层跟第三层两个层次修复所需要的材料 姬老说道 我现在可以开启乾坤塔第三层了 古番惊喜地问道 现在暂时还不能 你的道元必须要达到神帅层次才行 但以你道元提升的速度 想要达到神帅层次实在太莫难度了 所以 我提前准备好 姬老说道 其实 对古番杀吞兽能够增强道元 还能凝聚出石墨功德器身外化身的功德身 他是万分震惊了 不过 震惊后 姬老也已经有点麻木了 因为他发现 古番这个主人的机遇 真的不能去跟任何人对比 其他人跟古番完全就没石磨可比性 对换 古番赞同姬老的说法 神帅层次的道元而已 实在太不是问题了 至于说 乾坤塔运用所需要的两大条件 魂域比道元那边满足的 可要高得多 宇宙之星的存在 让古番在魂域的条件上 根本就不需要考虑太多 很快 在两千万功德点迅速不限的情况之下 古番把修复乾坤塔第二层 第三层的材料给拿到手了 乾坤塔第一层 时间比例是外面一年 乾坤塔内两年 而到了乾坤塔的第二层 这就变成另外外面一年 乾坤塔内四年啊 到时候古番将会更加的如虎添翼 飞速的静静 将会在星号上腾飞的翅膀 随后 古番就把目光对准了修炼功法 古番有助接近十万人的团队规模 虽然现在暂时只有上百人 需要修炼功法 但这个花费 也绝对低不了 这魔柜 古番搜寻了一下修炼功法 顿时瞪大了眼睛 主人 你看那是什么层次的修炼之法啊 这是神圣界最顶级的功法 都是个族真正的压箱底的绝学 没想到 连这样的功法百足都拿了出来 积老却莫觉得贵 反而感觉很值得 哪怕这些功法后面 只是神兵层次的修炼功法兑换 就需要百万功德点 在积老看来 这也是很值得很值得 因为不是如此 这些功法 是想买也买不到的 好